管理是一生的日常 成事是一生的修行 今天讲讲规章制度管理 先从曾国藩的一句话开始聊 立法不难 刑法为难 就是设立法并不难 但是呢 这些法治法规能够执行 相对要困难一点 以后总求实时行之 实是实在的时 且常常行之 常是经常的常 意思就是说 立法之后要切实的老老实实去做 而且经常去做 应事皆物时 需从人情物理中 知极粗极浅处着眼 莫从深处细处看 就是在执行这些法 执行这些规则 跟人打交道 跟人一块做事的时候 要从人情 事理最浅显的地方 最粗的地方去看一看 就好了 不要在细处看那么清楚 不要太较真 这么翻这句话呢 如果这么翻一下来 往字里横迁去读 是两层意思 一层意思 就是规则 建立规则容易 执行规则难 对于规则 其实很多人呢 总认为 制定一个最完美的规则 是最重要的 其实不是的 制定并不完美 但是很实用的规则 能够充分执行 要远远比 制定所谓的完美的规则 而你不去执行 要好得多 规则建立后 要扎扎实实执行 不间断的执行 第二层意思 是人情 规则 是人定的规则 执行 是人去执行 所以在规则的 里里外外 前前后后 上上下下 都有两个字 人情 做事要落实到具体 应试皆悟 揣摩人心 一粗 不一细 一浅 不一深 也就是说 事情能做 大家能一块共事 就好了 别考验人性 考验人性的 都输了 别想太多 也不需要知道那么多 能长时间做到最基本的 就已经很不错了 听好啊 能长时间的 做到最基本的 就已经很不错了 你现在看各种公司 有些呢 太小 太草创 太草根 没有任何规则 但是另外一组公司 你会发现 他有各种各样的规章 但是呢 立规章是一回事 按规章办事 是另一回事 规章的人性化 又是另外一回事 就是一层层地点下来 其实有很多规章的 不执行的 以及执行过程中 不讲人性的 实际上比没有规章规则 还要差 隔一年 最好再梳理一遍 现有的规章 对于任何企业 有可能都适用 做做减法 没减掉的 就留下 留下的落到实处 切实执行 这是曾国藩 在那个时候 在清朝时候 讲的一些事情 讲到这块呢 规章制度 我再补充三点 在补这三点前呢 也讲讲大家对规章制度的一些抱怨 我在职场中看到很多员工会抱怨公司的流程 太多 太冗长 太刻板 太教条 谁也不去看 执行企业 谁也不知道到底在做什么 没有灵活多元的企业文化 怎么能有创新等等 有一类观点呢 甚至说考勤开始严格起来 领导天天开始强调纪律 说明这个公司业务发展 已经进入缓慢 甚至严重瓶颈期 只能不停在这些事上去苛刻 这个说法呢 有他一定的道理 但是呢 并不是说规章制度 就是一个洪水猛兽 就是应该避免的 刻板的去做规章制度 是走向衰败的必由制度 所以我在这里 在曾经翻之后强调三点 第一点 我坚持认为 没有规章制度是不行的 从一个管理专家的角度来看 规章制度的本质是什么 是coordination and control 是协调控制 就是大家怎么配合 去做一个复杂的事情 以及如何控制这个事情 能大致做成风险可控 为什么说没有规章制度不行 因为没有规章制度 效率反而低 一万个人 一万个心 你基本可以确定 大家的心想的都不一样 你再退两三步 甚至退一万步 说即使众心都相同 大家想的都一样 都想做成一件事都不想谋私利 但是遇上具体某个事 张三王五想用20%的折价 买你一个明星服务 你卖不卖给他 就类似这种非常具体的事 你如何能保证大家做法类似 如何能保证大家配合有效 如何能保证大家能够在风险可控的状态下 把事情完成 坦白讲没有规章制度 并不是说刚才说的所有的问号都是解决不了的 即使解决了 我想说那效率很有可能很低 而且在过程中 因为大家不知道应该怎么去做 风险绝对不会特别小 有一个老哥跟我说过一句话 其实也是我问的 我说老哥你创业非常成功 因为他也把一个行业城市燃气行业从无到有 做到中国最好 甚至亚洲最好 中国最大 亚洲最大 我说老哥你对我有什么建议 他说的非常简单 他就说你是战略专家 你在战略方向 战略部署 战略敏感度方面 比我强 我只提醒你一点 就是在创业的开始 团队要听你的 当时这句话让我想了很多 团队要听我的 也就是说我要有微信 但是在解决团队要听我的 这个问题之前 还有一个问题 就是他听什么 我的方向是什么 以及做事的方式方法是什么 特别是做事的方式和方法 其中很大一部分是规章制度 后来在创业的初期 我花了很多的功夫来制定规章制度 在有了规章制度之后 又用一个神奇的方式 解决了团队听我的这件事 这个神奇的方式就是民主集中制 如果你有了规章制度 也不能保证团队一定听你的 但是如果你没有规章制度 我可以保证团队一定不听你的 没有规章制度不行 除了因为没有规章制度 效率非常低之外 就是没有规章制度 很难规模化 举个例子 如果你想用一个新团队 去管一个新医院 甚至是从零开始建一个新医院 那你想想 新团队建管运营一个新医院 怎么弄 千头万绪 你让他怎么能够做到事情办的有条理 能够在成事的过程中 从文化 从价值 跟你整个集团的文化和价值并不偏离 说白了 要问的就是 你的管理手册在哪 你的运营手册在哪 管理手册 运营手册 跳出来看 就是规章制度 第三 为什么没有规章制度不行 除了没有规章制度 效率低 很难规模化之外 就是风险会高 也许有人会说 没有规章制度 在某件事上产生了神奇的效果 因为你不禁止很多人去做某些事 的确 或许某时没有规章制度 产生了一些意想不到的效果 但是从总体管理上 这个不是个好事 因为他风险太高了 偷机取巧 不能长久 一个人个人英雄主义 也不能长久 因为我不能确定 你是不是每次都能在大家的协调配合下 完成这件事 而且并不能确定每次风险都在以可控的范围内 的确有些时候你冒了巨大的风险 但是坏的事情没有发生 但并不意味着这么大的风险 你可以每次都要面对 因为你不是一个人 你后边是团队 你后边是公司 你后边是集体 不能让一个人或一个小团队经常冒整个大集体 大公司 大团队不能冒的风险 好了 第二点 我想跟各位说的就是如何建立和执行规章制度 这个一讲有可能又是另外一门课 我只能提纲 窃领 讲最重要的制定规章制度 围绕三个维度 听好运营制度 财务制度 人事制度 如果再更精炼的说 一个是运营手册 就是运营制度 一个是管理手册 特别是包括财务制度和人事主 你想一个公司嘛 他一个维度是运营 就是你公司从产生产品和服务到最后收上钱和客户维护 这一步一步主要的运营流程 应该大家如何配合谁负责什么 互相有什么样的信息流 互相有什么样的角色流 互相有什么样的物流 这个是要说明白的 另外一组就是管理制度 特别是财务制度和人事制度 比如说应收应付的管理 现金的管理 贷款的管理 比如说业绩管理 招聘管理 干部培养制度等等 这展开呢 太复杂了 不是这一堂课能说清楚的 但是大家如果说规章制度 规章制度 别人问说规章制度到底是什么 你再帮我分解一个层次 那无外乎三个维度 运营制度 财务制度 人事制度 在围绕着运营制度 财务制度 人事制度 基本建立了规章制度之后 那第二点要强调的 就是行胜于言 执行执行执行 不断执行 非常谨慎的制定规则 坚决执行 已经制定好 大家已经同意的规则 不要产生恶法 或者产生没用的浪费的 没人去执行的法 我举个简单的例子 在我曾经非常用心的建的一家新医院 一个大型的儿童医院 我们花了四个月的时间重新梳理他的业绩管理制度 就是说讲琴乏揽 讲优乏略 你做到什么程度 给你什么样的奖金 这么一个简单的事 花了我们四个月的时间 访谈了接近一千个人 最后定出一个制度 管理层做出决定 说OK从四月开始执行 四月完了 大概到五月十号左右 数据上来了 原来的管理层 其中非常重要的一个人找到我 说这个事不能这样做 这个管理制度执行不下去 我问为什么呢 他说你看啊 这个麻醉科的主任 因为执行业绩管理制度之后 他的业绩奖金从一万块上升到三万块 接近四万 我说那又怎样呢 他说这样不行的 我说为什么不行呢 他说涨得太高太快了 我说数算对了没 他说算对了 我说符合咱们新的业绩管理制度部 他说符合 那后来我就跟他讲 不好意思 管理要讲诚信 人要讲诚信 一个新的制度 新的改革 也要讲诚信 别说他这个月挣四万 如果这个月按新的管理制度算出来 他挣四十万 我们也要照付 我来付这个责 如果你定了一个制度 特别是在早期有丝毫的犹豫 摇摆 不执行 不好意思 你定的制度就是废纸一张 第三点 并不是说一旦颁布制度 在制度执行过程中 绝对不可以修改 我的建议是积攒执行中的问题 一年或半年后修正 如果问题太大 咱们可以临时开特别委员会 通常是一年之后 咱们再修订 如果问题挺多 最快最快 咱们半年修订 不要不修订 也不要修订的太频繁 第四点 二八原则 就是定制度 不要求权 尽量浅显 否则很难做到 如果做不到 你会影响管理层的微信 影响一把手的微信 在执行过程中 第五点 也劝团队 特别是团队的核心人员 不要太想彼此做事的行为动机 就像不要总把办公室装修的跟家一样 也不一定要把工作团队处的太亲密无间 不必都成百分之百的亲人 有点距离挺好 能控事挺好 这也是曾国藩的意思 我觉得这个意思 其实我也是同意的 我有一个很好的团队成员 跟我一块工作了很久 久到什么程度 我们一块摸爬滚打十年以上 坦白讲 我甚至不知道他的兴趣向 完全没见过他的太太 或者说没见过他的合伙人 但这个完全不影响我对他的信任 以及我们俩在工作中的配合 也劝各位听友 不一定说好的团队就要必须亲密无间 就要必须成为亲人 就要必须彼此之间没有秘密 没有这件事 只要大家能够配合 按照规章制度 大家能摆事干好 能够有福同享 有难同当 就可以了 第三方面 除了规章制度要有 以及如何设立和执行规章制度之外 我不得不说光靠规章制度不行 我再强调一遍 光靠规章制度不行 首先规章制度 即使是最好的规章制度 也解决不了团队动力问题 团队动力靠什么解决 我在其他课讲过 要靠理想 我们有共同的事业 要靠钱 也就是说 大家如果把事情做好 要分到足够的钱 能够过上体面的生活 还要靠什么 靠所谓的事业 就是你做的越好 你会有更大的责任 你会管更多的人 你会成更大的事 成事本身是很有诱惑力的一件事 第二 规章制度 即使是最好的规章制度 也解决不了能力问题 代替不了人才管理 比如说培训 正式的 非正式的培训 你定好了规章制度 并不意味着万事大击 有些CEO说 我已经把规章制度都定好了 我有一个管理手册 有一个运营手册 两本书 我光机就可以扔在桌面上 我是不是就可以睡大觉了 我是不是就可以去忙别的事 不是的 定好的规章制度 不意味着万事大击 你的团队不一定有动力 你团队不一定有能力去解决他们工作中面对的问题 特别是最开始 这个CEO还是不得不get hands dirty 不得不撸起袖子 自己下场去干 最后一点 再好的规章制度也会限制某些天才 如果你认为这件事对于这个小天才 这个天才小团队需要网开一面 那你就在规则中明确出来 比如说在规章制度中明确对于这个小天才 这个天才小团队的投资权限 用人权限等等重要权限 他可以跟其他的团队 其他人不一样 你要跟其他人 其他团队说清楚 为什么不一样 怎么不一样 为什么对整个公司会好 甚至在组织架构上 可以把他们设成特别行动小组 跟CEO直接汇报 再比如说 你甚至让他们发展起来之后 给他们一个愿景 给他们一个遥远的目标 让他们单独去上市 单独IPO 今天呢 从曾国藩关于制度 关于制度执行的一句话引出 跟各位讲了 一 没有规章制度不行 二 如何设立和执行规章制度 三光靠规章制度 也不行 这三点围绕规章制度 我认为最重要的三个思想 欢迎各位在评论区留言和我聊到你的思考 有人呢 问我下边一个题 就是企业如何平稳度过转型期 当下面对互联网 人工智能等等的冲击 很多企业 尤其是传统企业 不得不变革转型 否则就一定会被淘汰 但对于多数传统企业来说 面对新技术台山倒海式的碾压是很容易自乱阵脚的 面对这种逃无可逃的处境 企业应该如何找到这个关键的切入口 又将如何平稳度过转型期呢 那好 今天呢 我们就讲讲转型管理 第一明确何处竞争 where to compete 这一点是太太重要了 男怕入错行 女怕嫁错狼 一个企业最最重要的是选对在何处竞争 这个何处竞争又有几小步需要仔细考量 第一个就是细分市场 也就是说你面对的市场到底可以细分多少个小市场 不要太细 不要太琐碎 也不要太简单 你哪怕咖啡 哪怕巧克力 哪怕相机 哪怕红酒 哪怕书籍 其实还可以再往下伸两个到三个维度 最后的结果是 你有最好不要超过二十个最好是多于五个的细分市场 这种细分市场如何来分用什么角度来分 其实有很多 比如说你可以按等级分高档中档低档 比如说你可以按地理区域分中国的国际的中国的城市市场 农村市场 国际的城市市场 农村市场等等 你可以按消费场景来分 比如说啤酒 你可以有现饮市场 就是说到那现喝 像在餐厅里 像在酒吧 像在KTV 除了现饮市场之外 你可能有超市 你买回家去喝 或者说你坐在路边马路牙子上喝 甚至电商市场等等 你可以按消费的场景来分 细分市场最后的结果 希望能做到 不重 不漏 你分出的十个左右的市场 合在一起 就是市场的全貌 彼此之间又没有重叠 好了 假设你细分市场已经分好 那下面要沿着两个维度 确定哪块细分市场 你应该去竞争 一个维度是市场吸引力 一个维度是企业竞争力 也就是说这些细分市场 它的市场吸引力有多大 有多小 针对这些细分市场 你企业的竞争力是大是小 大家可以想象一个X轴 一个Y轴 X轴是市场吸引力 Y轴是企业的竞争力 如果打开 市场吸引力又可以分一些下一级的指标 比如说市场大小 比如说利润率 比如说竞争情况 到底竞争有多激烈等等 这个针对不同的市场 实际上市场信力的指标也是有不一样的地方 企业竞争力又可以用一些二级指标来看 比如说你的研发能力 你的生产能力 你的销售能力 你的市场营销能力 你的渠道掌控力等等 所以企业竞争力呢 简单说也是根据不同市场细分 有可能你要重新定制的 确定市场细分 以及沿着市场吸引力 企业竞争力两个维度 来判断哪些市场细分 是你公司应该着力去竞争的地方 话呢 虽说说的有点绕 但是如果没听明白 再听一遍 刚才说的是非常重要的 下面呢 出出两个 估计很少有人会给你讲的 在决定如何竞争时 两个非常容易漏掉的地方 第一是要动态看 要动态看 要动态看 什么意思呢 除了看过去 除了看现在 还要看到未来 就是未来 有没有可能出现颠覆性的变化 咱们举个例子 电子相机 大家想想 在过去 手机没有拍照功能的时候 大家都是用相机来做日常的摄影 但手机摄影能力越来越强 甚至有很强的摄像能力 甚至有很强的编辑能力 那这个时候会不会对便携式电子相机造成摧毁式的影响 很有可能 是的 也就是说 十年前 甚至更早 十五年前 你做相机的战略 那个时候 如果你不能预估到 在2010年 2015年 就是五年 十年之后 智能手机的涌现 你会把很多的重点 放在便携式电子相机上 这样就会造成战略上的错误 不仅看现在 还要看未来 特别是未来有哪些颠覆性的变化 这些变化包括技术上的变化 还包括什么 还包括一些社会环境的变化 比如说 coronavirus 新冠疫情 因为有这种新冠疫情 你会发现 哎 什么地方热了 海南岛变得炙手可热了 为什么呢 因为大家出国变得非常麻烦 如果你现在从国内出国到一个地方 有可能要居家隔离14天 如果你从国外飞回国内 那不好意思 有时候不仅是居家隔离 很有可能你要集中隔离14天 大家想说现在这种状态下 我很难去马尔代夫去度假了 我很难去古巴去度假了 我很难去巴黎去度假 那怎么办 咱就海南岛凑合一下 也有海滩 也有椰树林 也可以将就将就 第二点 除了动态看何处竞争之外 还有一个东西非常重要 就是市场吸引力 企业竞争力 这两个维度 如果一定要分开哪个更重要 我不得不说市场吸引力大于企业竞争力 也就是说如果某个市场细分 他的市场吸引力足够大 你还可以掉兵减将 还可以在市场上抓些人才 帮助你去这些特别有吸引力的细分市场去竞争 最后呢 在何处竞争呢 我还是想再强调一点 就是不要丧失信心 传统企业并不是完全没有优势 你看现在电商很火 网上带货很火 是不是地面电就完全没有用处了呢 是不是地面电选址这种能力就完全跟社会脱节呢 不是 大家看到苹果也在选地面电 麦当劳也在选地面电 星巴克也在选地面电 他们选地面电是什么作用呢 有广告作用 有展示作用 如果你的团队 你的公司有很强的地面选址装修运营能力 其实在现在一个电子化互联网化的时代 不是 劣势 反而是一种优势 在确定何处竞争之后 第二个问题就是如何竞争 如何竞争 说的更具体的话 就是商业模式 从头到尾如何把产品和服务递交到用户手里 哪些自己做哪些外包 你怎么打广告 怎么挖掘你的用户 你的用户在哪里 他们是谁 如何吸引新用户 如何留住这些用户 如何让他们的购买频率加大 如何让他们购买一些除了核心产品之外的衍生品 这个四个核心词拉新留存提频裂变 如果把刚才那些问题都想明白了 都说出来 搁在纸上 你就解决了如何竞争这件事 关于如何竞争 需要特别提醒注意的 是在大变革的时候 有重大的技术突破 在做新业务或者用新的商业模式的时候 不要让老人领导新人 那官大的领导官小的 有经验领导没经验的 老人领导新人是很正常的一件事 但问题来了 老人虽然对公司熟悉 对过去的业务熟悉 但是很有可能面对新的技术冲击 新的商业模式 他不如新人会打这个新的战争 所以我的建议是 如果真的在大变革的时候 大胆启用新人 给他足够的政策 足够的资源 足够的角色权杀出一条血路 在我们确定了市场细分 以及在这些市场新分 我如何去竞争 那下一个问题 相对简单 就是核实竞争 什么意思 不要同时做一切该做的事 饭要一口一口吃 事要一件一件做 不要眉毛胡子一把抓 定好行动计划 谁什么时候做什么事 需要什么样的资源 需要什么样的配合 最后他有什么样的递交物 列出行动计划 特别特别是知道谁负责什么事 负责在什么时间 递交什么最终结果 为什么要这样 因为我想知道 如果事情做成了 我奖励谁 如果事情没做成 我知道板子打谁 刚才说的 看似简单 就是你好好闭眼想想 我们开的会 我们订的计划 到最后开始干的时候 有多少人清楚 如果干成了 谁应该得什么样的功劳 如果没干成 这个板子应该打给谁 这种错误是经常犯的 一个特别好的战略 一个特别好的商业模式 就是因为责权力不轻 造成推不动 造成最后痛失好局 好了 明确了何处竞争 明确了如何竞争 明确了何时竞争 如果我们想要守住 我们的价值 想要转型成功 我们最后还不得不计算一下 资源投入 以及业务财务回报 在这个过程里边 提醒注意的是 不要赌 不要赌博 在商场 我是没有见过赌赢的 我只见过靠战略制定 和战略执行赢的 算准如何能赢 然后执行 最后取得胜利 即使这样都可能输 何况瞎蒙 有人说 我可能瞎蒙蒙对了 即使你蒙对一次 下一次蒙对的可能性 依旧很小 连续的小概率好事 是不可能持续发生的 第二个需要提醒注意的 就是不要擦胡椒面 不要有照顾的心 不要说一碗水端平 要突出战略重点 如果说 擦胡椒面 一碗水端平 你根本就不需要做战略 你有七个副总 你给七个副总 每人两千万 让他去干吧 不能这样 在这种时候 如下笔是正确的 商场 如战场 这是输赢问题 生死问题 成事与不成事的问题 不好意思 不能照顾情面 刚才讲了四步 来实现制定一个制胜战略 对于一个传统企业如何转型的制胜战略 这个制胜战略包括核出竞争 如何竞争 合适竞争 以及资源投入和财务回报的预测 战略制定好了 那下边该干什么 下边就是战略执行 战略执行跟战略制定不太一样的地方呢 是战略执行的变化要多很多 这里无法用一套东西来概括所有的战略执行 但是我想给各位说三点 战略执行上要注意的三点 第一 战略笃定性 战略不能老变 我见过战略制定的时候 中等偏上不是上等的 但是执行坚决 这个仗打赢了 但我从来没见过三天两头换战略能赢的 说我今天想写短篇 明天想写中篇 后天想写长篇 然后我经过这么折腾的几天之后 我成为一个小说大家 不可能 比如说餐厅 我今天月菜 下月卤菜 再下月淮阳菜 这么折腾三年之后 我成为米其林三星的餐厅 不可能 需要注意的是 并不是说过程中不能商量 过程中肯定是要商量 肯定要复盘 每天结束之后 每周结束之后 每月结束之后 大家一定要坐下来商量商量 但这种商量是战术问题 而不是重新修订战略的问题 我给大家引两段曾国藩说的 心预期定 气预期定 神预期定 体预期定 一言以蔽之 安定 别浮躁 别东张希望 别一心三用 在你有冲动 乱改战略的时候 请你管住自己 这样对团队好处 要远远大于坏处 这也是你当CEO的重要责任 就是笃定 再引一段呢 曾国藩说的就更直接 用功辟若绝井 与其多绝竖井 而皆不集权 合作老手易井 力求集权 而用之不截乎 在这个世界 有才华 有技术突破的公司 毕竟是少数 我们大家只有用功 老手易井 埋头往下挖 说白了 才能自己养活自己 不给别人添麻烦 这是安身立命的基础 除了战略笃定 第二点 先以运营现金流为正 为首要目的 先养活自己 再求发展 再引一段曾国藩 对于这个问题的一些看法 打仗不慌不忙 先求稳当 次求变化 办事无声无嗅 既要精道 又要简洁 这是一幅对联 就是一个老官吏 他来做事的经验之谈 上联说 是做事的次序 先求稳当 次求变化 下来是做事情的手法 既要精道 又要简洁 做事情 次序和手法都不能错 闹闹哄哄 耍心眼 走捷径的 总求热闹 总想闪烁的 这些人 都是不能长久成事的人 最后一点 是战略执行的时候 要做结果管理 consequence management 讲情 乏懒 讲优 乏略 业绩 不向辛苦低头 价值观 不向业绩低头 辛苦 是很正常的 业绩好 当然要讲你 但是你 价值观 如果不对 你拿了再好的业绩 不好意思 都不能容你 好了 刚才我用传统战略管理的思路 给大家捋了一遍 一个企业 如何度过转型期 特别是在移动互联网 人工智能等等 重大技术变革下 一个传统企业 如何度过转型期 没有什么新的技巧 继续做战略管理 继续做战略执行 明确何处竞争 如何竞争 何时竞争 资源投入 财务回报 制定好这些制胜战略之后 坚决执行 不能老变 先求稳当 次求变化 做好结果管理 业绩不向辛苦低头 价值观不向业绩低头 成事多成事 持续多成事 欢迎在评论区留言 和我聊聊你的思考 上边有次我讲了民主集中制 不是集中讲民主集中制 而是讲在团队中 使用民主集中制这种方法 达成共识 很多听众呢 反映说这个问题呢 也是一个团队中经常面临的很令人尴尬的问题 胡适呢 曾经也讲过 民主是幼稚园的政治 对错 放在一边 咱们呢 今天呢 就集中用一段时间 讲讲在商业环境中 如何利用民主集中制 一方面看民主集中制 看上去 好像是可以让每个人都有发言权 都有存在感 都能得到锻炼和成长 但是另一方面 似乎 我说似乎啊 又会让很多工作效率明显降低 那到底在商业环境中 是一言堂效率更高 效果更好呢 还是民主效果更好 效率更高呢 这些我在下面一一讲解 希望能给各位有些提示 我今天讲的是我个人观点 并不代表在所有情况都适用 但是至少在我领的团队中 以及我看到的团队中是适用的 今天围绕着民主集中制 讲三个问题 第一 为什么要有民主集中制 第二 如何实施民主集中制 第三 民主集中制实施过程中 不同阶层的心态 今天讲这些问题呢 都是在商业环境中 跟其他环境 比如说政治啊等等 不相关 那些我不懂 希望各位脑底一定有这根想 第一点 咱们讲讲 为什么要有民主集中制 答案是这样 因为两个极端都不对 每两个极端 一种极端 就是绝对集中 一言堂 领导 CEO 领袖 一个人说了 就定了 看上去效率高 但是下面有几个非常大的问题 一个有可能他80%90%甚至95%战略方向是对的 他的角色是对的 但是有可能另外剩下的5%10%15%甚至20%他错了 这种绝对集中形成的高效率有可能造成风险变大 就是一旦错了 你几乎没有办法改正 特别是当这个一把手年纪变大 身体变差 另外他的知识结构变得不适应新的技术发展 不适应新的商业模式的发展 在这种时候 他出错的概率要高 因为他的角色往往是基于他之前成功的案子 成功的经验 以他自己的知识结构 自己的见识 自己的经历 一旦他的知识结构已经不适应当前 如果绝对集中 他的决策效率依旧很高 但是决策的风险 决策的错误率变得很高 还有另外一个变数 就是哪怕这个领导还是年富力强 还是非常睿智 还是在绝大多数的决策上能够做出正确的判断 但是这个领导一起用事 为了树立微信而树立微信 这个时候你会发现他是围绕着商业判断来树立自己的微信 让自己爽 在这种时候 如果是绝对集中 效率的确很高 但是对于整个团队 对于整个机构 是风险巨大 相反对于绝对集中而言 另外一个极端 绝对民主 它会出现的问题就是效率非常低 没有人来负责 这是第一层 第二层呢 就你会发现很有可能智慧是有高低的 高的智慧集中在少数人的头脑里 如果绝对民主一人一票 差的主意 没有智慧的主意 很有可能效到最后成为最后的集体决策 这样问题就大了 效率低 而且风险并不一定降低 因为很有可能最差的主意 被更多人投票选出 说这个主意我们都听得懂 这个主意可能不差 这个主意既然大家都明白都认可 那它应该是最好的主意 刚才说的都很有可能是错的 我读过一个文献 说在旧社会 最开始实施所谓的民主选举 一人一票选村里的村长 结果怎么样 村里的大流氓都选成了村长 为什么 因为大流氓敢使钱 敢动刀 敢吆喝大家听他的 不听就动刀 如果有人软弱 他就用钱 用钱用刀得了村长 刚才讲绝对集中 绝对民主都有可能有问题 所以才要有民主集中制 达成某种程度的平衡 才是最好的方式 第二点 我们既然认识到 在商业环境中 一些关键决策 要用民主集中制 那第二个问题就是 如何在商业环境中 实施民主集中制 我提四点 第一 先民主 在实施民主集中制的时候 要先民主 发言的必须发言 反对的必须反对 倾听的必须倾听 听好啊 是真的发言 不是假的发言 不是说哎呀 今天天气不错呀 大家很辛苦啊 领导很努力啊 我们面临机会 又面临挑战 这些片段话 要发言 要真的发言 每个参与的人 对这个问题 必须产生想法 必须说话 另外一层 反对的必须反对 这更重要 当你看到一个问题 你觉得不对 这个方向有12345 几个大问题 如果你不说 实话讲 很有可能 领导想的没你全 领导甚至想不到 其他人未必会说出来 未必会意识到 第三层 必须倾听 什么意思呢 就是有些领导 有些自由 有些一把手 其实他不是在倾听 他是在找别人的话里 哪些能够支持他的想法 哪些人跟他的意见一致 哪些人反对他的意见 这不叫倾听 这叫挑着听 什么叫倾听 倾听是把自己放空 把自己的想法先放在一边 听听别人在说什么 别人怎么看这个问题 倾听 就是要把身子往前倾过去 把心放空去听别人的意见 先民主 还有一些要注意的事项 比如说要控制时间 不能形成一言堂 比如说一个会 争取控制在一小时 一小时里边 咱们分成三段 一有一部分人介绍情况 中间大家纷纷发言来讨论 三最后形成角色 第一部分是十分钟 最后一部分是十分钟 中间四十分钟 有八个人要发言 那主持会议的人要控制好时间 不要让一个人的发言超过十分钟 如果说会议主持人不能控制好时间 实际上这个所谓的充分民主也做不到 这时候领导要行使主持人的角色 控制好时间 好的领导在控制发言时间之外 还要判断发言的质量 也就是说一个人两人三个人 纷纷在会上发言 这个领导要做的并不是只是记笔记 甚至有些领导整天看手机 整天在想一些有的没的事 这个领导要清心去听 有些人不见得善于表达 他可能知道很多事实 甚至对决策都有自己一些独到的见解和判断 那相关的领导听到他的话之后 甚至问一些深入的问题 进一步把信息和一些真知灼见 从发言人的脑子里拉出来 所以必须发言 必须倾听 必须反对 控制好发言的时间 甚至问深入的问题 好的民主从来不简单 横考参与者 横考领导者 其实要把这种发言 这种开会 这种民主 当成成事的修行 当成成事 多成事 持续多成事的 最好的修行方式之一 先民主 民主之后 在集中 大家都已经把话说完了 那最后 如果意见都统一 没问题 如果意见出现不同 应该怎么办 是下级听上级的 是多数听少数的 还是少数听多数的 到底怎么样 定好决策机制 其实决策机制呢 没有绝对的正确 比如说你可以说 我们的投资委员会 七个人就是要全体同意 才能过会 没问题 你也可以说 我是一个绝对多数 绝对多数呢 你可以定义成三分之二多数 你也可以定义成 百分之五十一多数 你甚至也可以定说 如果在决策委员会中 出现争议 最高位的领导决策 这些都没问题 都是行之有效的 我也见过的决策机制 无论你民主有多么充分 如果没有集中 没有决策 这不是一个好的团队 先民主再集中 集中之后 听好 大家一定有这个认识 就是民主集中制 一旦形成决策之后 往前推进 这个决策就是大家共同的决策 这个推进就是大家共同的决策落实 哪怕最后效果不好 没有成事 彼此不要明理按理 相互指责 不要在背后说 你看那天会上 我怎么怎么想的 他们没听我的 最后怎么怎么样 这种事是特别影响情绪 特别破坏企业文化的 一定要纠正 一定要小心再小心 实施民主集中制 先民主再集中 集中之后 决策是大家的共同决策 第四 必要时重新修正决策机制 是什么意思 如果说我们经过半年一年的实践 发现这种民主集中决策机制 有些偏差 我们可以更民主一点 或者更集中一点 如果出现这种决策机制 修正的必要的时候 我们就来修正决策机制 我们讲了 为什么要有民主集中制 我们讲了如何实施民主集中制 第三个 我想给大家讲讲 在民主集中制过程中 不同人应该采取什么样的心态 作为领袖 CEO 他有战略坚守 也就是说 在战略执行过程中 他敢于承担责任 他敢于面对有些困难 坚持不懈 不动摇 最后 这个领袖在民主集中制实施过程中 他能够推功揽过 不管别人怎么讲 不管你有没有经过民主集中制的流程 你还是最后拍板的人 哪怕你说 这是民主集中制定的 这不是我一个人定的 但是民主集中制决策机制 是你定的 所以你作为一把手 还是要负全责 除了一把手 除领袖之外 副手 核心团队 在民主集中制过程中 应该是什么样的心态 刚才讲过 你有反对的责任 出发点 并不是为了显得你有多牛逼 多智慧 多伟大 而是团队的共同利益 领导的利益 自身的利益 这个顺序是这样的 完全不想自己的利益 完全不顾自己的团队 自己的部门 不对的 但是把自身的利益 永远搁在整个大团队利益之上 总是搁在领导利益之上 你作为副手 作为核心团队人员 你很有可能走不了太久 你以此出发点为进退 而不是以自己是否爽为进退 另外作为副手 不要开小会 不要立山头 刚才说了 你最最不该做的 就是民主集中制制定了决策之后 实施过程中出现这样那样的问题 你拉起小山头 开起小会 跟别人说 你看当初我就这么这么说的 他们不听 他们真是傻逼啊 可能你内心浅台四世 我太牛逼了 我多牛逼啊 我是世界上最伟大的人 但是这个只能让你一时爽 对你的小团队不利 对大团队也不利 对领导也不利 因为你违反了民主集中制 你这样形成不了集体的合力 最后 有领袖 有核心团队 那我们作为群众应该干什么呢 有几点 一 要主动发言 把它当成一种权利和责任 二 要自信 不要因为自己是个小喽啰 自己是最一线的人 就说 我为什么要发言呢 我这么判断对吗 你不要管对不对 你要给出论点 论证 论据 你说因为这样这样 所以这样这样这样 给出有信心的自己的发言 最后 听好啊 这是一个进阶的对群众的要求 你要做比较 比较有两层意思 一种比较 就是你是怎么说的 其他人是怎么说的 CEO最后 是怎么总结的 最后的角色是怎么做的 第二层比较 就是你的判断跟最后实际发生的情况 是否相符 哪些不相符 哪些比你判断的要好 哪些比你判断的要差 这些好和差 底层的原因是什么 听好 如果你按我说的这样做 在民主集中制执行的过程中 你总是主动发言 你总是很自信的主动发言 你总是比较自己的判断和领导们的判断 以及和实际未来发生情况来判断 如果你总是这么做 你会进步飞快 说到底 无论是领袖 CEO 副手 核心团队 群众 秉着八个字 在民主集中制中 尽心尽力 尽职尽责 就好了 我今天呢 跟大家讲 为什么要有民主集中制 因为两个极端 绝对集中 绝对民主 都是不对的 如何实施民主集中制 先民主再集中 民主集中制中的心态 尽心尽力 尽职尽责 讲一个角度有些偏的题目 人生如赌场 职场如赌场 一言一行 是赌注 太复杂的因果 不见得能说得清楚 不见得能非常明确的构建因果关系 因果关系 其实是很难建立的 你往往更容易建立的 是相关关系 是什么意思 这两件事 是有相互关系 比如说 我出门 我带了把伞 不然下雨了 这个事情 你很难定 是不是因为你带了伞 所以天下雨了 但是有可能你容易定 是因为我带了伞 所以我没有尸身 我们讲 容易建立相互关系 但是非常难建立因果关系 就是有A必定有B 是非常难建立的 但是有A 或许会有B 有A跟B的出现有关系 这种关系是容易建立的 聊了刚才说的因果关系 虽然非常难建立 但是如果从一个大数原理 我强调几次这个大数原理 大数原理来看 你每一言 每一行 如果做的都对 做的都恰当 都符合中英的原则 都符合成事心法的原则 你会发现 你每个赌注都下队的时候 你成事的可能性 成事的几率就会大很多 虽然看上去 人世间一派平静 或者看上去 人世间跟你的一言一行 都没有任何关系 但实际上 人生对你来说 就是赌场 职场对你来说 也是赌场 你的一言一行 都是你的赌注 如果你每言每行都赌对了 你整个成事的概率 就大了很多很多 曾翻译有一次是这么说的 急于求效 杂以浮情客气 就是说你特别想 用自己的一言一行 自己的无数的言和无数的行 追求迅速产生效果 你又心浮气躁 你又考虑到很多 跟事无关的因素 比如说这个事是谁派来的呀 这个事如果做成谁得利 谁不得利呀等等 你会出现什么情况呢 曾翻译这么讲 则或泰山当前而不客见 就是泰山出现的你面前 你完全看不见 以瓦注者巧 以勾注者淡 以黄金注者昏 是什么意思 就是以拿瓦片 拿一朵花 一片草 当成堵住的 你相对负担小 内心的纠结少 反正输就输了 丢一片瓦 以勾注者淡是什么意思 就是你拿预勾当成堵住 你会发现 哎呀我内心好纠结 我内心好担心 万一我输了 我的预勾就是别的了 最后以黄金注者昏 就是你拿一吨黄金 七吨黄金当成堵住 你会发现下注的时候 下注的人就已经心慌意乱 曾经最后说 外众而内倾 其唯弊也久矣 也就是说 你并没有一个浑蛋到强大的内心 但是你外边做的事 你外边放的赌注太重了 这些赌注是你输不起的 你就变成一个很累的人 这句话原来不是曾国藩说的 就像我引用曾国藩一样 曾国藩也经常引用孔子啊 庄子啊 孟子啊 引用老子啊 这句话是曾国藩引用庄子 庄子是这么说的 生而为人仿佛进赌场 一言一行都是赌注 赌注大小 心理负担不同 承受力不同 用瓦片 以小博大 或以小博小 心理轻松 输就输了 用玉钩下注就会害怕 用黄金下注就会心慌意乱了 下边谈一些我的想法 希望各位细听 一个很有意思的 就是我在想 曾国藩呢 是一个很老实的人 经常讲 藏拙 守于 经常讲 宁拙 勿巧 宁笨 勿聪明 经常讲 做扎实功夫 也很少讲女性 个别时候讲过 但他讲刚才这番话 似乎 他是深暗赌博之道 就很明白赌博应该怎么做 我为什么忽然有点想笑呢 就是吃喝 吃喝 嫖赌臭 坑蒙 拐骗偏 打瞎子 骂牙巴 敲寡 挖掘 后粉等等这些 不良嗜好 有时候对人类是有诱惑的 如果作为人 你把所有的不良嗜好都砍掉 你人生的趣味也少了很多 所以古人也有说 人无辟者 辟就是一种比较隐秘的 比较少见的 甚至有点病态的爱好 人无辟者不可交 就是如果你作为一个人 没有辟好 你自己过得也会很无聊 那吃喝 嫖子头 坑蒙拐骗头 稍稍扒了一下 有些是不能做的 有些是不敢做的 有些是风险很大的 有些是违反道德律的 有些是违反天条的 扒拉扒拉 也没有几个可以选的 你选择什么 历史上记载呢 我没有看到太多 曾和藩去赌场的故事 但是在现实中 我看过很好的人 一辈子 他吃喝嫖子抽 坑蒙拐骗头 或许其他的都没怎么做过 但是他喜欢小赌 小赌移情 大赌丧命 他喜欢小赌 有些人呢 喜欢小酌 就是喝喝酒 那如果说人生如赌场 职场如赌场 一言一行都是赌注 那我们如何看待这个问题 如何去赌 这到了技巧啊 现在到了战术层面 我觉得第一是态度 就是敢赌的态度 就是你不敢赌 一句话不说 一件事不做 这辈子也是过去的 就是总要说话 总要做事 甚至在疫情期间 我们讲过 看脚下不断行 莫存顺利 就是说该做做 该说说 不要因为世界的起伏 因为你个人境遇的起伏 而停止做事 要敢赌 赌的方式就是坐眼起行 但赌的技巧 就是内心要沉稳坚固 心平气静 不要把赌注看得太重 这么着你才能看得远 博到大 越是能干的人 越是成就了很多的人 越出现什么样的问题 就是越容易心重 想赢 怕输 你越是想赢怕输 越是容易动作变形 寝食难安 越是不能治大国 若烹小仙 你会离这个境界 离得越来越远 治大国若烹小仙 你可能反过来 烹小仙若治大国 如果你迈不过这个坎 会出现什么问题 你再聪明勤奋能干 你就是一个诸葛亮 你迈过这个坎 就可能是曹操 是刘秀 是刘邦 那好吧 你可能会问我 曹操刘秀刘邦 这组人 跟诸葛亮 什么样的区别 我想跟你说的是呢 就是曹操 刘秀 刘邦 这组人 有句话叫 最善勇者 忘水 就是最善于游泳的 是能够忘掉水的 最善于做事的人 不认为自己 不认为自己在做一件非常难的事 他会认为成事 持续成事 持续成大事 就是人生的日常 我整天唠叨 管理是一生的日常 成事是一生的修行 这些人 基本上就是把做事 成事 作严 起行 当成每天的日常 存在 就是选择 说什么 不说什么 做什么 不做什么 真想做到这种举重若轻 就要记住 我敢赌 敢输 敢赌 敢赢 我总才想 如果你把成事的结果 放得轻一点 把成事的过程 和成事中的一言一行 当作是一种享受 一种运动 运动不是说群众运动 而是说自己sport 一种体育运动 一种脑力运动 一种体力和脑力 交织在一起的运动 那你会发现 一天天就这样 你只问耕耘 不问收获 为什么能够拿到收获的概率更大 就是因为你花在考虑得失上 花的时间特别少 你耗的能量特别少 其实底层的心态是运动 是我在做 我日常的玩耍 核心的词是玩 这个玩并不是一个不负责任的玩 而是说我尽了我的权力 天命是天命的事情 不是我能控制的 我尽全力玩耍 负责任的玩耍 尽我自己所能带着我团队去玩耍 最后成与败 赌场的结果和我似乎有关 但因为它不完全由我控制 在我做事的过程中 它和我无关 用这种态度 把人生当成赌场 把职场当成赌场 认真的去玩 认真的去下注 把结果放在一边 结果往往都是向的好的一方去发展 今天呢 讲人生如赌局 并不是希望大家可以毫无底线的去豪赌 而是希望各位把结果看得淡一些 不要在做一言一行的时候 总是花很多的精力能量去考虑结果 结果不归我们控制 相反 一言一行 干干净净 诚诚恳恳的去下注 最后赌的结果会向我们微笑 跟各位分享一下 我对风骨的理解 这是一堂非常难讲的课 我试试把它讲好 一什么是风骨 简单说提到风骨 我会想到孟子的一段话 富贵不能赢 贫贱不能移 威武不能屈 他是跟景春有一段对话 景春是这么说的 公孙衍 张仪 岂不成大丈夫在 就说像公孙衍张仪 这种纵横的谋士 这种在江湖上混来混去 非常如意得水的 这些人 难道不是真正的大丈夫吗 一怒而诸侯聚 安居而天下息 他们一发怒 诸侯就害怕 他们一在家里待着 天下就太平无事 就像诗里说的 英雄一旦拔剑起 又是苍生十年劫 听上去挺有道理 但孟子非常明确跟他说 是焉得为大丈夫户 就这种算什么丈夫 算什么牛逼 子未学理户 就是你学过理吗 理是周理的理 是理的理 丈夫之官也 负命之 就是男子给他受家官礼的时候 父亲殉祷他 女子之嫁也 母命之 往送之门 戒之月 往之儒家 必敬必戒 无为夫子 是啥意思呢 女子出家的时候 就是女生出家的时候 母亲殉祷他 把他送到门口 告诫他说 到了你家 到了主家 一定要恭敬 一定要谨慎 一定要听丈夫的 把顺从当成最大的原则 是妇人家遵循的道理 以顺为正者 切腹之道 就是这种把顺从 顺着别人说 顺着权力说 顺着势力去说 把这种当成最大的原则 是妇人之人 是妇人家遵循的道理 居天下之广居 立天下之正位 行天下之大道 这个才是大丈夫做的 就是处在天下最广阔的地方 站在天下最正确的位置 行天下最该行的最大的道理 这些具体指什么 因为篇幅有限 我没法展开说 那基本上是说 并不是一味顺从强权 一味顺从所谓的力量 才是真正的大丈夫 而是与此相反 能在最正的位置 走最大的道 那才是大丈夫 如果得志 则与民由志 和人民一起走在这条正道上 如果不得志 独行其道 这样才是大丈夫 之后孟子呢 又非常具体的说了三句话 如果说这些人啊 义啊 理啊 道啊 你听不懂 那让你听一些你能懂的 就是富贵不能赢 贫贱不能移 威武不能屈 你富了 你不能乱 不能迷乱 你穷了 你困顿了 你变得没那么重要 没那么有名 没那么有权了 你不会改变你的操守 你不会降低你的底线 强权 比你有钱的 比你有名的 比你有权势的 非逼着你去做一些你自己不想做 不愿意去做 在你底线之下的事 你就是不做 富贵不能赢 贫贱不能移 威武不能屈 死之位 大丈夫 我用更简单的话说 大丈夫相对于小男人 为什么我说小男人 其实孟子在他那个时代 把女性没有割到跟男性平等的地位 认为女性富人之人 富人家遵循的道理 是比别人低一等的 是比大丈夫低一等 我觉得在现在的时间关照 在现在的时间来看 孟子说的富人之人 是我定义的 油腻猥琐中年男 是那些小男人的 大丈夫相对于小男人 就是大丈夫会多做一些 那些油腻猥琐中年男 不会做的事情 这跟男女无关 我一直是我的观点 我认为女性比男性强多了 这个咱们在别的地方再单说 但这块讲的 孟子这句话用到今天 什么是风骨 风骨就是多做一些 油腻猥琐中年男 不会做的事情 但是第二点要强调的 也是曾国藩说的 风骨并不是傲慢 曾翻原话是这样讲 此句话意思很简单 好好说话 真诚表达 风骨不是外在的傲慢 而是内在的自足自立 真正有风骨的人 是有骨头的人 任何人的骨头都是在里头的 骨头的外面 有肉 有衣冠 所谓的风骨 不是摆在头上 长在嘴上 不是时时都要看见 事事都能看见 有风骨的人从来就不多 到了末世就更少 末世里常会看到一些所谓有风骨的人 撅着嘴 昂着头 一眼望去 全身都披挂着骨头 如果骨头里边还是骨头 挺好 可惜的是骨头里面都是软软的肉 挂在外面的骨头 就是为了端一个架子 立个人设 邀个名声 用名利一试 人设崩塌 骨散一地就是一团油腻的肉 它就是另外一个油腻猥琐 中年难 真正有风骨的人理解轮回 例如松 不去羡慕别人起高楼 不去死盯着街上的霓虹灯 标语和广告 不会去看现在街上流行着什么 微微闭上眼 你可以听到松声如海 第三点 跟各位交流 你可能很有可能会问我 虽然说 这个风骨是什么 以及风骨不是什么 但是为什么要有风骨 如果你这么问 你问了一个非常好的问题 好到什么程度呢 我竟然没有一个非常简决明了的答案 我能说的是 我们是人 我们不是一堆行尸走肉 我们要有骨头 我们想活得有个人样 我们不想在回首往事的时候 内心充满油腻感和对自己的反感 一口隔夜饭吐在自己的胸前 我们想自己有风骨 我们也想和其他有风骨的人在一起成事 成事固然重要 但是在有风骨的基础上 才能成好事 多成事 持续成事 才能在退休后 死后被人惦念 思念 警养 说到底为什么要有风骨 我没有特别简洁的答案 但是我想 生命是要有质量的 生命对于任何人只有一次 没有风骨 就没有好时光 给大家讲一个跟成事关系最大的健康问题 失身 事小 失眠 事大 在讲成事心法的过程中 听友呼吁最大的 是希望我讲两个题目 第一都想听我讲如何减肥 第二都想听我如何管理睡眠 减肥这个事呢 我不得不说 我没法讲 因为它跟医学跟个体涉及的太多 我只有自己个人的实践 我的方式不见得对各位有用 或许以后我充分研究之后 我跟大家聊聊减肥这个事 但是我决定不给大家讲了 实在抱歉 睡眠这个事 我相对来讲有不安全 一个呢 我长期缺少睡眠 长期就希望能够多点睡眠 第二呢 我还是跟一些对睡眠有相当研究的专家 仔细聊过这个事 第三呢 我的确看到身边有很多被睡眠问题困扰的 成事修行者 也就是说 我有蛮多一手经验 也有一定的理论知识 我想跟各位分享 我今天讲三点 第一 睡眠为什么重要 第二 什么样的睡眠 堪称高质量睡眠 第三 怎样提高睡眠质量 我先说下 今天讲的是我个人意见 是我个人实践 以及我个人观察 成事修炼者的实践 我不保证百分之百科学 但是我能保证 我尽我对于科学的理解 没有跟各位 胡说八道 第一点 先跟大家讲 为什么说睡眠重要 实色性也 你吃东西 你性交 你对同性和异性 有性上的兴趣 这些都是实色性 也都是天生的东西 一顿不吃饿的话 一阵不见好姑娘 你想的话 对吧 但是睡眠并不是一个非常自然的事 我每次都有一种感觉 每次入睡就像死亡一样 而每次睡醒 又如同心声 又如同重新从妈妈肚子里出来一次 有可能你不哭了 但是多数人会感觉到所谓的起床气 就是起床之后你很生气 你想闹一下 你想撒个娇 这个很像婴儿刚出生的时候 哇的一声哭泣 而且还有一个问题是 你入睡 你清醒 你自己能完全控制吗 我只能说我自己的感触 我不能完全控制 我每次入睡就有点像等风来 我可以做一些准备 我可以做一些铺垫 但是我无法控制入睡的时间 我无法控制睡多长的时间 甚至我也无法控制如何醒来 有可能是自然醒 当然天天自然醒是很幸福的一件事 有可能是闹钟叫醒 有可能是午夜梦回 豁然惊醒 当然这不是一个很好的经历了 总之 每次入睡 如同小死 每次睡醒 如同幼生 都不由我们控制 或者说至少不由我们完全控制 换一个角度 人脑的失常 精神病 弗洛伊德他的原著 我看过几本 捏着鼻子看过几本 他把很多成年以后的问题 归纳为童年阴影 甚至是性上的阴影居多 但我现在看 我不得不说过分简化了 这种过分简化 原因是因为 我们对于人脑如何工作 不知道 所以我们对人脑如何失常 我们也不太知道 刚才唠到这么多 是想跟各位讲 我们今天着重讲的睡眠 也跟人脑如何工作 非常相关 睡眠 人脑关机了 如何做到的 如何产生 如何持续 如何唤醒 我们知道的并不多 这个大家一定要有一个清醒的概念 如果你听到有人说 我们知道人脑如何工作了 我们对睡眠完全了解了 我们非常清楚 这组人很有可能是骗子 第二点 为什么说睡眠重要 运动和吃饭哪个更重要 我可以明确的跟各位说 吃饭 吃饭和睡眠哪个更重要 我可以明确的跟各位说 睡眠 一切疾病都和人体免疫能力相关 包括现在 coronavirus 现在的新冠病毒 哪怕出了很有效的疫苗 也绝不可能对任何打了疫苗的人都管用 疫苗到底管用不管用 其中还有一个重大的因素 就是你自身免疫力的强弱 一切免疫力降低都和睡眠不好相关 三天不吃饭或者三天吃的很少 对你会不会产生重大问题 不会的 不信你可以试试 但是三天不睡觉或连续三天睡不好 有没有问题 有问题 你干事的效率非常低 这也是为什么我们不要在成事心法里边来讲睡眠问题 第三 为什么说睡眠重要 睡眠问题 没有好药 而且你不能吃多了 吃多了 你会有生命危险 而且近几年 以我所知 也没有太多的希望 因为我不知道人脑如何工作 好了 如果用一句话总结 睡眠为什么重要 就是因为我们不知道睡眠是什么东西 如果睡眠睡不好 我们也治不好 但是睡眠又跟成事是非常正相关 所以睡眠重要 那好了 那什么是高质量的睡眠 这个非常容易简单说 他不是睡的时间长短 不是睡眠中是否多梦 不是睡眠中是否翻身 不是睡眠中是否打寒 非常简单的说 就是你起床之后 是不是有精神干事 如果你睡醒之后 有精神干事 那这样的睡眠 就是一个高质量的睡眠 你睡三个小时 起来之后 有精神干事 这就是一个好的睡眠 你睡15个小时 起来没有精神干事 就不是一个高质量的睡眠 我原来老经常的想啊 失眠没准是个好事 如果失眠之后 你就有这么多的时间 可以看书了 可以干事 后来我发现 失眠真的不是一个好事 你以为你醒着 但实际上你完全干不了事 健康时间和非健康时间 是不同的 好的清醒后的时间 跟失眠的时间是不同的 第三点 咱们呢 讲讲 如何提高睡眠质量 我下边说的 有可能三岁小孩子 四岁小孩子都能说 但是80岁老人 90岁老人不见得做得到 这个我从来没给别人讲过 16条提高睡眠的法则 第一条 保证规律睡眠 规律睡眠是什么意思 你通常什么时候躺下 争取天天这么做 可以是11点 可以是12点 可以晚上1点 晚上2点 甚至你可以说 我在北京 我就遵守伦敦的作息时间 我早上五点 六点睡 下午晚饭前 我再醒 可以不可以 可以的 我见过 我有些朋友 是这么做的 我看他们也没有腰折 他们身体也不错 但我暗中观察 发现他们的诀窍 就是他天天这样做 从来不是说 一天晚睡 第二天早睡 再换一天再晚睡 第四天再早睡 不是 是天天晚睡 或天天早睡 规律睡眠 这是第一条 第二条 保证适合自己的睡眠时间 我见过有些人 睡觉睡的很少 一天四个小时 就够了 他四个小时 不要讲深度睡眠 浅度睡眠 什么之类这些 我也不懂 就是说 凌晨两点钟 放他回去 他躺在这个床上 开始睡 第二天 六点起床 六点半 七点 开早餐会 一块吃早餐 聊事 他大概能睡四个小时 我连续观察过他三次 就是睡四个小时 起来 精力旺盛 一点事都没有 我也见过另外的几段例子 他在项目小组开工之前 跟我们讲 我有一个非常少见的习惯 就是我必须每天睡十个小时 或者以上 如果我睡不到 我脑子就不工作 第三 睡前撒尿 听好啊 睡前撒尿 有尿没尿 抖三抖 活人不能让尿憋死 睡眠不能让尿破坏掉 第四 定时拉屎 虽然你可能会问 想睡觉 为什么要讲拉屎 因为拉屎是人生中非常重要的一部分 拉屎 不一定是睡前 你每天定下来说 晚饭前拉屎 中饭前拉屎 睡醒后拉屎 没关系 定时拉屎 因为如果你的睡眠是被尿憋醒的 我觉得还好 如果是被屎憋醒的 你的睡眠会彻底打破 你想吧 简单的道理 就是撒尿快 拉屎慢 你如果被屎憋醒 去了洗手间 一拉屎 怎么着也得三五分钟 你就彻底醒 今天再睡就非常困难 所以定时拉屎 没有屎翼 在那个拉屎的时间 也要去蹲一下 有屎翼 今天已经拉过了 也要去蹲一下 为什么 除了其他各种原因之外 还有一个理由是 保证睡眠 提高睡眠质量 第五 床头放一杯水 床头放一杯水 为的是什么 如果你睡觉 出了很多汗 有可能被子盖后了 有可能你倒汗 你口渴了 床头有一杯水 拿起来就喝 喝完了再睡 相当你翻一次身 你睡觉没有被彻底打断 第六 不要看手机入睡 看什么入睡 看书 看本纸书 看唐诗 送词 圆曲 或者 看一本尖色的书 就是你看了就困的书 恭喜你 如果你有三四本 看了就困的书 一方面呢 你可以有很好的睡眠 另一方面呢 因为它非常艰涩 你哪怕每回就看这个四五页 你之后还可以因为你读过这本书 跟别人去吹牛逼 比如说有本书叫 Being and the time 存在和时间 海德格尔的 你翻个四五页 你跟别人一说说 我读过存在和时间 我甚至知道英文名叫 Being and the time 原著可能德文的 德文不知道怎么翻译 但我看过几页 英文翻译 显得很牛逼的样子 为什么要读唐诗诵词 圆曲读一些诗歌 临税 一大家想 有诗有词 你就很想背诵 特别是好的诗 好的词 一背就容易犯困 还有呢 你想那是一个多么美好的过程 如果你一月一年 三年五年十年 都是背着唐诗入睡 你的气质 想不好都难 你哪怕长得像猪八戒 或者是猪八戒他二姨 如果你十年之中 都是背着唐诗入睡的 你看上去也像李白杜甫 或李白的妹妹 或杜甫的妹妹 如果没有指书 或者你说 哎呀 这个指书影响身边人 影响枕边人 你指书你要开灯吧 你又没有火眼金睛 不开灯 你怎么看呢 那换成Kindle 换成其他电子书 看书入睡 不要看着手机入睡 我也知道 在现在的智能手机时代 完全不用手机 每天不花三四个小时以上 在手机上不可能 但是如果你希望睡眠质量高 不要看着手机入睡 第七 不要太胖 你可能会问我体重段吗 你在讲睡眠质量 太胖容易打呼噜 打呼噜有可能会影响你睡眠质量 我说有可能啊 因为为什么 往往呼吸不顺畅 才造成打呼噜 呼吸不顺畅 你进氧和排出二氧化碳的过程 就没有那么有效 你的睡眠长此以往 质量就会受到影响 第八 Meditation 静坐 在睡前放下执念 举个例子 我有一个师弟 我这师弟呢 小伙十岁 他跟太太呢一块创业 创业的非常艰难 艰难创业了两年之后 发现日子很难过下去了 为什么过不下去了 因为一直在讨论工作 从办公室回到家里 还在讨论工作 一讨论工作 容易生气 容易吵 特别是夫妻之间 后来呢 婚姻都受到了威胁 就别提公司了 再后来 想来想去 说咱们定下一些规则 这个规则呢 是晚上十一点之后 两人之间不谈生意上的事 十二点之后 各自不要想生意上的事 后来生意做的也好了 俩人关系也变得更好 第九点 适度性交 听好啊 适度性交 现代社会 总体性交偏少 而不是性交过多 适度性交 能够增进睡眠 我说不是说 你每天晚上都性交 或每天晚上都性交好多次 这样的话呢 的确对睡眠不好 但是你很长时间不性交 很长时间不抱抱 很长时间不皮肤 接触皮肤 是影响睡眠的 第十 保证运动量 每天适度运动 包括体力运动 包括脑力运动 我自己就特别明显 如果连着三天 我不跑跑步 不做些卡巴塔或HIT 这类活动 我睡觉一定不好 特别是我作为一个 长期脑力工作者 如果连续三天 不做重脑力工作 比如看一本比较监测的书 比如想一个非常复杂的问题 比如处理一个非常棘手的事情 比如写一万字小说 写五千字小说 连续三天没有繁重脑力活动 我当天晚上的睡眠一定不好 第十一 适量饮酒 饮酒到量 这个是因人而异 有些人说我根本就滴酒不沾 这酒你相当于我白说 就没有这个十一条 对于我来说 喝点酒是助眠的 但是我也见过很多朋友 他喝酒呢 如果说喝到不多不少 是不行的 他会午夜之后醒过来 后来他就解决了一下自己的问题 解决方式呢 一是连续两天 甚至三天不喝 还有一种解决方式 酒喝大一点 半斤酒下去 光机躺倒睡去 当然啊 前提是你有这个量啊 前提是身体是筋得住的啊 前提是不能天天这样 所以饮酒是量 饮酒到量 另外还有一类人对酒不感兴趣 或是光酒不能睡的 再有一个十一条 B如果十一条A是饮酒到量 十一条B是吃点夜宵 午夜之后没有什么 是一个肉夹馍解决不了的问题 如果真有 那就再补他一碗凉瓶 第十二 咖啡和茶 要因人而异 我见过对咖啡因或茶减敏感的人 如果你对茶敏感 要注意 比如说过了中午就不喝茶 过了下午两点就不喝茶 同样也是用于咖啡 过了中午不喝咖啡 过了下午两点不喝咖啡 或是过了晚饭不喝咖啡 这个不同人不一样 所以第十二条是咖啡和茶失量 第十三 讲到心理学了 accept 接受 接受是什么意思 如果睡不着 那就接受这个事实 再躺躺 还睡不着 就心里跟自己默念 没关系 无所谓 明天效率低些 没关系 我明天中午我补一点酱 我明天晚上睡个好酱 人非常神奇 不对抗之后 反而能睡个安稳觉 第十四 不作恶 多行善 不极端 这是说的什么意思 很多人睡不着觉 因为他心不安 他做了太多的恶事 他善事做的少 因为你作恶了 因为你行善少 你内心不安 有时候你会午夜梦回 自己把自己吓了一跳 这就是人可爱的地方 如果人没有这种自省 可能人类也活不到今天 自己人就把自己人都干掉 转一个角度 就是如果你事情没有做的太完美 如果你事情做了 有人有反对的声音 有些噪音 你不要太搭理他们 关你屁事 关我屁事 内心强大的混蛋 是非常重要的 第十五 药物 在这个世界上 存在一些类型的安眠药 如果上述一到十四条 你持续做的都不行 可以考虑药物 在医生指导下 考虑用药 能选的并不多 有些纯植物的 有些是melatonin 有些是跟脱黑素相关的 有些是跟抗过敏药相关的 祝你好运 调调药 耐心吃一阵 希望你用药 不要过量 用药 不要过杂 在医生指导下 用药 第十六 如果真是从一到十五 都不行 药物是几种 每种都坚持一阵 都按时按量吃了 还是不行 那最后第十六 只有一招 硬扛 相信你的念力 相信你自己做了那么多善事 这些善行会帮助你睡眠 过一阵 过几天 你的睡眠就会好转 以上呢 讲了睡眠 为什么对一个成事的修行者非常重要 也讲了什么是好的睡眠质量 就是睡完了之后有精神 也讲了提高睡眠质量的十六条 好了 希望大家每天都有很好的睡眠 睡眠之后都有一颗按耐不住的做事的心 我们讲天天地的天命生命的命天命管理 什么是知天命如何做到知天命自己的天命是什么等等等等 听友呢也问过很多围绕着天命的问题 看来我是不得不讲一课答一答 天命很重要 但是天命呢又很少有人很系统的跟别人讲 我今天呢 我今天呢勉为其难 试试讲三点 第一点 有没有天命 直接的答案是 有天命 你想赤壁之战 当时周瑜最担心的是什么 东风 万事俱备 万事俱备 只欠东风 在那个时候的科学条件下 没有严格的统计 天变来变去 天命对于一场战争 就是非常非常重要的 再举个简单例子 新冠病毒 我想非常非常少的人 哪怕他们极其聪明 极其有远见 极其关心 国家 人民 地球的命率 也很少有人 在2019年 10月份 11月份 12月份 想到新冠病毒 这个事 甚至在1月份 那么多作战略的 也很少能想到 新冠病毒 到了8月底 9月 会是什么样子 甚至 咱们再往之后想 新冠病毒 会不会彻底改变人类命运 不知道 大家有些猜想 但是这些猜想 其实到最后 还是要看天命 其他的例子比比揭示 比如说AI 谁的工作 会被AI夺去 什么时候夺去 用什么方式夺去 AI之下 国家会有什么样的变化 民族会有什么样的变化 宗教会有什么样的变化 政治会有什么样的变化 经济会有什么样的变化 其实天命 又在过程中 起到相当重要的作用 具体到人 我曾经讲过 所谓的成功食药素 一命二运三风水 四基因得五读书 六名七项八境神 九交贵人 十养生 大家看 第一 谈的就是命 我的理解 就是天命 也说 你生下来 你父母基因的重新组合 已经决定了 你全部基因的构成 这些基因构成 其实在你未来生长环境里 起得了很大的作用 甚至大于 我们过去 愿意想象的程度 刚才说的 有出生决定论 但是随着科学的发展 大家发现 一出生 有很多事情 已经被决定 只是说 我们并没有了解到 哪些到底决定了 另外哪些东西 曾经有一家脑科医院 处理过很多颠尖病人 也有些神经内科 神经外科的病人 比如说 有些病人就是喜欢 拿脑袋往墙上撞 家长呢 不得不给他戴一个巨大的头盔 就是开摩托车那种头盔 在头盔里边 再给他包上很多软布 海绵 棉花 怕他创墙的时候 把头创坏 像这些 以头创墙 他真的完全是后天造成的吗 足够的科学研究证明 这些精神表现 其实是有基因基础的 这些基因基础在很大程度上 就是某种天命 你父母决定不了 你也决定不了 是一些人为控制不了的东西 共同决定了基因的组合 这种基因组合的形成就有很重的天命成分在 至少我这么认为 好了 咱们第一点说了 有没有天命 答案是有 那如果有天命 人力的作用是什么 简单直接回答 听好 尽天命 用尽天命 替老天用尽自己这块材料 在这一过程中 尽量不给别人添麻烦 尽量让世界变得更美好一点 第一 无常是常 诸法无我 我们个体是渺小的 我们控制不了那么多跟我们似乎相关的力量 比如说 如果我能预知 明天任何一只股票走势 我根本什么都不用干 不好意思 我做不到 比如说 有了天气预报 我可以知道明天的天气 但是我能改变明天的天气呢 不好意思 我做不到 再往后说 国运 地球运 宇宙运 我们作为一个渺小的个体 更是控制不了 那往自己看 谁能真正控制自己的血压 血糖 心跳 血脂 甚至体重 我们经过长期的漫长的努力 不借助药物 或许勉强能控制体重 勉强能控制一些血压 血糖 血脂 但是不好意思 从大范围看 我们是非常无助的 生老病死 我们能做的有限 所以说 在天命之下 意识到个体是渺小的 一个人是渺小的 第二 尽管我意识到 在天命之下 个体是渺小的 但是 戴引号的我 我也是力量的一种 我的力量越大 我在天命中的成分也越大 比如说 我可以控制我今天晚上的睡眠 从控制今天晚上的睡眠 可以延伸到 我控制这一个礼拜的睡眠 这一个月的睡眠 那时间长了 我对我睡眠质量的控制能力 有可能越来越强 比如说 我可以试图控制我的体重 管住我的嘴 迈开我的腿 我努力做了 天命很有可能会听我的 因为在很具体的 我可控的事情上 我的力量占天命力量的比例 是非常大的 好了 个体是渺小的 但是个体也是力量的一种 第三 我想强调 别看在有些情况下 我似乎可控东西不多 但是这个代引号的我 一个人的能力 有可能是核能量 我在某些时候 看到自己努力去做一些事情 甚至 能做出过去几十年 一百年 甚至一二百年 天下人没有做过的 我有时候在想 一个人这么渺小 在一个大环境下 可控力非常低 但是如果认准一件事 算准一个有可能的概率 然后扑上去 往死了去努力 有可能天命就跟着你 往前走一阵 甚至能让你个人渺小的能力 放大成一个很大的核能 刚才我讲了 有天命 在天命面前 人能做的是尽人力 替老天用尽自己这块材料 第三 如何在认同第一和第二点的前提下 管理天命 作为一个个体 如何和天命周旋 其中第一点要说的 是知道自己 相续废话 但这还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事 知道自己不容易的 如果你想知道自己潜力 要从不自信开始 不装不骗 不走捷径 如果不是金城武 就不要总暗示 自己帅得像金城武一样 我只是被埋没了而已 如果不是周润发 就不要总暗示 自己风流倜傥 向周润发 只是被埋没了而已 除了自己不骗自己之外 那还有什么办法 知道自己呢 进世界最好的大学 见你感兴趣那方面最强的导师 读你感兴趣那方面最好的文章 看到自己和最高智慧之间的差距 也可能你说 我看了没差距 那恭喜你 你就是这方面的天才 你在这方面已经有足够的积累了 再往下说 一些小诀窍 你说 不知道自己在哪方面有可能潜力最大 那怎么办 广众博收 就是你各方面都试一试 乐器 美术 毛笔字 文学 高等数学 你都试一试 教各位一个非常实用的叫三口原则 喜欢不喜欢 吃三口 很多东西 哪怕你有天赋 第一次吃 你不见得觉得甜 吃三口 三口吃了之后 还觉得没意思 放弃 好了 这是知道自己 知道自己的潜力 第二 尽自己的潜力 绝境极权 不要轻易放弃 发现自己 在这方面 似乎我比多数人要强 比到底是95% 99% 还是99.999% 不知道 但是明显我在这方面不弱 甚至很强 那就不高看自己 也不低看自己 这儿一场一场打 事儿一件一件成 尽自己的潜力 绝境极权 不要轻易放弃 第三 不要欺负天命 听好 不要欺负天命 不要赌命 特别是不要拉着别人赌命 我也见过周围一些好兄弟 好老哥 最后出现的问题 就是他非常知道了自己 而且非常努力 尽了自己的潜力 但是天命对他的确是太好了 让他成功的程度多于他的潜力 也说 命好 命好之后 问题来了 这些人 不认为他 有如此的成就 是因为命好 他认为 人定胜天 结果他 再去渴望 更大的天命 忽然发现 他 在这一瞬间 对自己的判断 失去了平衡 他在驾驭自己 驾驭不了的场面 开一辆 自己驾驭不了的车 把自己的命赌上 甚至把周围人的命也赌上 这样就会出现惨败 好了 刚才说了 我认为天命管理的三点 重要观点 第一 有天命 第二 在天命面前 人的主要作用 是替老天 用尽自己这块材料 第三 尽人力 知天命 不要欺负天命 管理好天命 必须声明 上述只是我的三观 我作为一个成事修炼者的三观 天命是一条大河 如果不想成事 找最省力 最简单的方式活着 这种方式 一点错 也没有 我身边也有这样的朋友 一辈子很少工作 甚至从来不工作 吃喝睡 简单快乐 有错吗 没有 他们是不是真快乐 也不一定 月明星期 五夜之后 五夜之后醒来 看着天空 并不是所有人都能够体会和享受最简单的快乐 成事不见得适用于所有人 但是不成事找最省力最简单的方式活着也不见得适用所有人 多数时候尽人力天命垂 但是大事还是有时候不受个人意志转移的这个我也必须声明 大事如果不让你做尽管你终于有了某种极其少见的能力尽管你放下的一切个人得失你就是想把这个事办成你还是办不了 甚至你个人的健康出师未解身先死长使英雄泪满金身体定不住 那怎么办 你在很多时候如果能够选择积极认可积极放弃积极等待 你的健康有可能反而会变得更好 你等待下一个天命身体还能撑得住 你还能等得到这是我给各位的另外一些意见 最后呢给各位讲个笑话 听说有个开国大将苏玉 他夫人楚清曾经是明元忘祖在上海见过世面那种 解放上海后呢 苏玉和他夫人在上海街头走着 苏玉将军忽然指着一家咖啡馆说这家咖啡馆不错 他太太呢很是惊奇 就说你怎么整天打仗 整天想打仗的一个人忽然会开窍 懂得欣赏咖啡馆了 就问 苏玉啊 这家咖啡馆什么地儿不错呢 苏玉将军说 在这个咖啡馆顶上架集体机枪可以封锁整个街道 唉说到底呢 你学会的屠龙记十年磨一剑 剑也磨好了 但是没有龙可以去杀 没有杖可以去打 也是非常不容易的一件事 心里如何放下屠龙记 放下你磨了十年的这把刀 也是需要一些身心的修行 中年危机管理 这个曾国藩没讲过 在我的阅读范围内 我也没读过谁认真讲过 你自己有没有特别惨苦 有没有中年危机 你是怎么应对的 那今天我就聊聊中年危机管理 中年危机 似乎又称为男人四十综合症 我不知道女生有没有啊 按道来说女生也是有的 但女人是不是四十还是四十五 跟绝境期有什么样的关系 我不是一个社会学家 也没做过类似研究 我不敢说 但是我非常确定 男人在四十岁左右会出现中年危机 所以简称男人四十综合症 广义上讲呢 是指在这个人生精段 可能经历的事业 健康 家庭 婚姻等各种关卡和危机 因为这个事呢 相对复杂 讲四点 第一点 我一直觉得自己还是个少年 虽然我很不要脸 但是呢 骨子里我一直觉得自己还是个少年 我还有梦想 我还有力气 我甚至在过去两年 体重降了 接近啊 让我算一下 接近二十斤 我现在的体重 比我大学刚毕业的时候还要轻 我看到一些人 我还是习惯性的说男生女生 而不是说老李老王老张 我还是不认为说自己已经老了 自己感觉还是个少年 还有一些少年气 还有很多想知道的东西 还有好奇心 还有很多想干的事 还有一种以国为怀的心 认为自己通过自己的努力 能够把自己这块材料再多多用一点 如果能把自己用得更好一点 在用自己的同时 也能让世界变得更好一点 让别人的生活变得更愉快一点 所以自己一直觉得还是个少年 这是我第一个想要强调的 第二 虽然我一直认为自己还是个少年 但我发现世界不是这么想的 一觉醒来 发现世界认为我老了 不仅是我老了 这个世界还认为比我小十岁的人 也差不多快老了 或者是说比我小十岁的人 很多八年后也已经老了 为什么这么讲呢 我环顾四周 忽然发现 在文学的那个所谓的圈子里 就看到很多过去一块聊过文学的 一块谈过文章的 一块喝过啤酒的 变成某某省某某市的 做些副主席 做些主席 甚至一把主席 如果看医疗圈呢 忽然发现 比有比自己大一点点的 有比自己小 甚至不少的 突然都成了教授 忍看彭辈成教授 忍看彭辈成主席 就发现 他们不仅是栋梁 而且已经变成前辈了 所以世界认为我已经老了 还有一种一觉醒来 觉得世界认为我们老了呢 是有一次到北大校园里 一看 我发现 这个校园怎么那么多小学生 我又走了一圈 忽然意识到不对 他们都是大学生 那我为什么会觉得 看他们都像小学生呢 明白了 是我老了 是我真的老了 比我小很多的学生 都已经念大学了 我只能说我老了 另外呢 你看各种消息 微信朋友圈里 一堆调侃我这个岁数的 好几个朋友圈呢 已经把名字改成 年近半百或年至半百 怎么怎么样 比如说我还看到 腾讯开始劝退高龄员工 所谓高龄的定义 挺好啊 挺好 高龄的定义 是80到85年出生的 尚未成为高管的从业者 可怕呀 华为是这么说的 宁愿赔偿10亿元 也要优化7000多名 35岁以上的老员工 这是我读到的啊 网上读到的 35岁以上的老员工 比如说40岁以上的高龄老人 凭身份证 免费领10个鸡蛋 这是我亲眼在街上看的招牌 我在北京尝去一个新北京菜 叫十九的餐厅 创业的呢 是一个叫段玉的师傅 就像天龙八部里边 那个段玉 发音是一样的 也姓段 段师傅 段师傅有一次 当着我面讲 讲他们餐饮业 他就说呀 他们这些70后的老师傅呀 哒哒哒哒 说一大句 后边我就没仔细听 我就对这个称谓 70后的老师傅 心里咯噔一声 我这帮人呢 已经变成了老师傅 我的一个H2的朋友 对我说的更明白 他知道我在招人 他说你招人35岁要慎重 40岁一刀切 我说40岁一刀切是什么意思 就是40岁一刀切都不要用 再好也不要用 我又在想我那些文学偶像 比如说DH劳文斯 比如说瑞门卡佛 除了亨利米勒一人之外 几乎到了我这个岁数 或者已经死了 或者呢 很少写或者不写了 我那时候文学偶像 比如举例哈 像王小波呀 像阿诚啊 在我这个岁数 基本就动笔很少 或者基本不出书 所以说不管是商业还是文学 到我这个岁数 基本就是说OK 您可以了 您已经老了 虽然你的内心还是少年 但这个世界已经认为 你是个老头了 那第三点 我想跟各位交代 危机的七个来源 第一 后生可悲 我们七年后呢 我不得不说是相对幸运的 就是六零后五零后 他们知识结构呢 往往会有欠缺 比如说没上过大学 没留过洋 英文不好 或者说数学有明显缺陷 但是八零后九零后 知识结构 精力结构 会比七零后更好 那麻烦来了 机器人都来跟人来抢饭 如果你不做 那么比你年轻 比你更便宜的人 很有可能干的比你还好还快 也就是说 你作为前浪 绝大概率的事件 是你会被后浪拍在沙滩上 拍下之后就死了 再也起不来了 我听过一个比较忧伤的例子 是一个女生 为了保住工作 连生孩子都不敢松懈 在被推进产房前 接了老板一个电话 他就跟老板说 老板你给我几个小时 我生完孩子 回来就马上工作 杀油价 查微信 给您回话 后生可贝啊 前浪可怜啊 第二个原因 是高速增长不在了 也就是说 你可能力气没以前那么大了 精神头没以前忘了 你花一定量的时间 学到的东西比以前少了 包括大事 大家也知道 新常态增长 已经不是两位数年增长率了 有可能是个位数 在个别行业 有可能还是负数 比如你看看影视 这种高速增长 无论是大事还是小事 无论是国家还是个体 都变得不再存在了 高速增长不在的时候 你就没有那种快感 而且蛋糕就没有变得那么大了 原来蛋糕越来越大 飞快增长 你哪怕分给别人一部分 你自己剩下的 已经比你以前得到的要大很多 多很多了 但蛋糕如果不增长 甚至变小了 哪怕增长的慢了 你都会发现你再分给别人 或别人从你手上抢走你其中一块蛋糕 你胜在手里的已经不如原来那么大了 你就产生了危机 第三 人到中年事越来越多 你操心的地方越来越多 你发现上有老下有小 周围有需要你照顾的比你弱的人 领导会期望你是中流砥柱 你的下属 期望你能够照顾他们往上走 太多太多事 无论是工作 无论是家 核心的一个词都是两个字 照顾 这就是人类四十综合症 第三个不得不面临的危机的来源 第四 压力越来越大 工作越来越累 领导可以把活交给你 然后领导去喝酒去应酬了 领导去度假了 但是你不行 你要在中间顶着 夏天 80后90后 甚至00后 说不好意思 老子不干了 老子回去再找一份工作 那如果出现这种情况 你不能撂挑子 你甚至要把别人撂的挑子 捡起来 你是在一组人中 几乎是唯一一两个没有退路的人 第五 你会感觉身体越来越差 我们70后 以及相当部分的80后 我们赶上好时候 但是赶上好时候 赶上高增长 不好的地方 就是我们在好时候拼的太厉害了 拼酒精 拼精力 高速增长带着的压力 在我们身体上 现在开始逐渐显现 血糖高 血脂高 血压高 40岁以上 如果稍稍放宽一点 45岁以上 三高 一高 没有的 你会发现 比例 不超过三分之一 特别是男生 多多少少 会有一高 两高 或者三高 第六 花钱的地方 越来越多 在你特别忙的时候 你发现 有一件事 是特别忙 带来的好处 就是你没时间花钱 你没有时间 去领会 钱能给你带来的 一些很有意思的享受 但是在你慢慢进入了 40岁左右 你时间会多了一点点 每次你用你的空闲时间 学点东西 比如说 茶呀 比如说咖啡呀 比如说酒啊 比如说旅游啊 你发现 这些还都是好东西哦 花钱是可以买到更多的愉悦的 花钱的地方 因为刚才所说的原因 变得越来越多 可是不好意思 未来的收入来源 反而变得更不确定 因为你不敢保证 你的身体 你的精力 你的机会 和过去十年相比 是更好 很有可能 是更差 你甚至不能保证 你像过去十年一样 能有稳定的财富的增长 那一方面花钱的地方越来越多 一方面未来收入的不确性越来越大 那心里就产生了焦虑 第七点 第七个危机的来源 非常有意思 反而是某种确定性 就是人到中年 你开始不惑了 你知道事业 家庭 婚姻 所谓的瓶颈 天花板 在什么地方 你出现了倦怠 很多事情 你已经做了十年了 很多人 你已经认识十年了 你知道 有哪些事情 你可以做 哪些事情 做不到 哪些曾经给你快感的 给你兴奋感的 给你好奇心的 不见了 你缺少兴奋感 缺少兴奋感 就会带来倦怠 好了 刚才说的第三大点是危机的七个来源 所谓人类四十综合症 危机的七个来源 最后 第四点 既然都说了 有这些危机 有危机的来源 那怎么办 第四 我们讲讲危机的解决 下面是老生常谈 但是是肺腑之言 不是你问我怎么干的吗 我就是按下部这个七点 老老实实干的 第一 锻炼好身体 好身体 永远是一切的本钱 我没有见过一个人身体差 还能够认真地面对自己的危机的 不可能的 第二 在一个好身体的基础上持续修炼 修炼自己最能够安身立命的本事 一招先吃遍天 比如说一些比较专的东西 像战略思维 战略管理 法律 财务 CPA CFA 税务 等等 你有一个专业 不要放下 不断行 这个专业 有可能是一个行业专业 有可能是一个职能专业 有可能就是综合的成事能力 继续做 不要认为过了30岁 过了40岁 甚至过了50岁 你就可以躺在自己已经会的东西上 睡大觉 不行的 继续修炼 在修炼过程中 很有可能 你转一个角度 会认清年岁大了 也有年岁大了的优势 比如举例 我经历过 我懂得一个事会是怎么样 所以类似的事 再到临头 我不怕 我沉得住气 比如说 我年岁大了 我经历过 我懂得 我情绪管理就会好了很多 我不会一出点问题 我就紧张 我不会因为一点小的错误 就会六神无主 我不会一出点什么事 就拿头去创墙 比如说 我意识到 我在某方面的技术和智慧 还是最高等级的 比如说 我认识人呢 人家对我有信任 后浪还小 后浪还没有建立信任 等等 年纪大了 还是有年纪大的优势 要认清 第三方面 如何解决危机 四个字 衰年变法 就像 齐白石说的 六十岁之后 我改变画风 做点新的 做点能让你兴奋的事 比如说 创业 把情况往最坏了想 说这个创业 这笔钱 你能不能丢 这两年三年的时间 你能不能舍 如果答案是肯定的 我赔得起 那创个业 或许两年三年之后 你创这个业 能让你不仅解决你的财富 最有问题 也解决了你的中年危机 比如说另类修炼 我做点新的 少年时候 觉得有兴奋点 但是没有时间去玩的东西 玩起来 像奥术 像佛法 像第二门外语 第三门外语 像烹饪 像艺术 这些人类已经创造出来的 能够愉悦身心的事情 其实是可以挑一两件 自己好好玩玩 我们现在的生命预期 比一百多年前的生命预期 翻了两倍 甚至三倍 我们有足够的时间 多做一些 以前人类一辈子 做不完的事情 我们另类修炼 智慧的挑战 还是有乐趣的 相信我 能够想明白自己以前想不明白的事 能够做自己以前做不到的事 还是开心的 第四 解决危机 怎么办 做减法 减少无效社交 不要什么时候 什么人都去赔 减减减减少工作关系 减少生活关系 减少不能给你带来愉悦的一切关系 事情 产品 把你最有效的时间 放在最能给你快乐的地方上去 第五 减少日常花销 我们要想想 一个月 我们最少花多少钱 把钱花在 自己真喜欢 也能真享受的地方 都到了快五十了 不要装 不要装着自己能享受自己真的没有快感的东西 如果你不喜欢开车 你何必买一个好车 如果你不喜欢穿漂亮衣服 何必买一身漂亮衣服 在这点上已经到了四十到了五十 不要装了 要能够说 我就是一个不要脸 我就是真实对自己真实面对自己的内心 我花一块钱能够给我带来一块钱的快乐 那我就花这一块钱 我花一百块钱给我带来一块钱的快乐 那我要想想我一百块钱有没有更好的去花的地方 第六 危机解决的方式 认从 退居二线 后浪你不是有精力 有动力 有能力 想往上冲吗 好 你冲 我看着你 你能干 你不要逼逼 你上去做 咱们把责权力说清楚 我祝福你 解决危机的方式 七 回归生活 终于有时间了 多陪陪父母 父母不会长生不老 我这辈子到今天为止最大的遗憾 就是我父亲走得太早 其实他不能算不高寿 他走的时候已经有83岁 但是我那阵呢 总是说太忙太忙 陪他的时间太少 所以劝各位 在解决个人危机的时候 把自己多出来的时间 花在父母身上 花在最值得花的朋友身上 花在孩子们身上 好了 从我自己觉得自己是少年讲起 忽然发现世界已经认为我是个老头 中年危机呢 有七个来源 后生可谓 高速不在 事情越来越多 压力越来越大 身体越来越差 花钱的地方越来越多 确定性越来越强 倦怠感随之而生 那怎么解决这个四十危机呢 锻炼好身体 持续本质修炼 衰年变法 做减法 减少日常花销 任从退居二线 回归生活 多陪陪父母 变革管理的另外一面 以不变 应万变 其实在实际的工作和生活中 80%的警定下 最好的变革管理是不变 如何以不变 应万变 听上去是个悖论 但是呢 你在不变下 维持和保护固有的东西 并且改善相应的 不足 开着车的时候换轮胎 在很多情况下 你可以应万变 讲变革管理 如果切一刀 一个就是变革制度 还有一个维度 就是变革人 关于这两方面呢 曾藩有一个特别短的话 先者称 力不实不变法 五位人不实不易就 他呢 在先者说 如果没有十倍的利益 就不去变法 这基础上 又加了一句 就是说 如果没有十倍的人才储备 或者说新人 没有比旧人好十倍 这种情况下 他不换人 这两个维度呢 看似简单 但无论是生意模式 还是做生意模式的人 这两个合在一起 差不多就是一个能成事组织的最重要的最大的部分 好 我们稍稍展开 就着曾国藩就这两个角度谈谈变革管理 首先 讲讲制度改革 力不实不变法 我想呢 说几点 第一点 我不得不说 有些事是亘古不变的 也就是说 佛陀现在还是佛陀 耶稣还是耶稣 孔子还是孔子 老子还是老子 曾国藩 还是曾国藩 这些智慧层面的东西 并没有明显的改变 以二十四史 以自治充建 以曾国藩为代表的东方管理智慧 到今天特别是在中国 依旧适用 与此相反 中医 如果扁鹊和华陀在世 如果他们俩完全不做任何的进修 不可能再成为神医 就是如果他不会用抗生素 不会用激素 或许他可以成为一个身心灵的导师 他或许可以指导大家如何去养生 但很难想象 你把今天一个患者 特别是一个重症患者 完完全全可以交给他们 在他们不知道 这过去几百年 几千年 医学的进步的情况下 我觉得这个是 我不是特别能理解的 但是转回来 我坚信如果曾国藩还活到今天 还是能够当大集团的CEO 或者某个省长 或者某个官员 他的战略思维 他的管理智慧 还是能够在相当程度上 能够适用的 这就是说 有些事是亘古不变的 有些事是不一定的 第二 存在既合理 再不合理 也有合理性 也就是说你看一个公司 他现在的生意模式 他现在的企业文化 他现在的规章制度 当你看到各种不合理的地方 你不要用头抢天 用头创地 说为什么会这样 你试着转一个角度 去理解一下 很有可能 这个企业 现在这么做 过去这么做 延续到今天 还这么做 是有他相当的道理 这个在很大程度上 是企业的基因 就是在他骨子里的东西 这骨子里的东西 在过去显现 一直延续到今天 他这种存在 就具备一定的合理性 这种合理性 是希望大家试图理解 而不是永远说 为什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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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因为我们大家 不是在演电视剧 不是在看电视剧 而是在具体的实际的工作 生活中 想成事 想持续成事 持续多成事 那与其自己去挑战 这些所谓的不合理性 反而在你挑战之前 想想有哪些是合理的 即使不合理 它是如何形成的 它形成的根本原因是什么 第三 为什么力不实不变法 是因为变革 其实是很难的 大家要明确 现状就是现在的情况 无论是公司的情况 还是团队的情况 甚至包括你自己的能力 自己的状态 都是在过去漫长时间 众多力量 共同作用之后的结果 反映一个公司 反映一个团队 反映你自己的成事基因 其实是极其难改变的 它是一个众多积累的过程 这块呢 我有点感慨 曾经有句话 叫百代皆行秦政治 政治不是我们现在理解的政治 而是规则 这个社会的组织形式 这个社会的形式方式 就是秦朝之后 中国的很多规章制度 很多所谓的代言号的法 都是秦朝时候定的 它在过去的两千多年里面 的确有各种各样的修修补补 各种各样的完善 但是并没有太根本的变化 第四 你会发现 渐变就逐渐改变 往往是更有效的变革 通常在我工作中 我一听销售渠道要革命 销售架构要革命 我的营销方式要革命 我一听这个革命两字 我往往就意识到巨大的风险 空喊是没有用的 太快的变革 团队很有可能跟不上 其实渐变在绝大多数情况下 比翻天覆地的革命 对一个公司是更有效的变革 特别是这些渐变 结合公司战略的制定和公司的执行 在公司战略制定和执行过程中 逐渐发生改变 你作为一个CEO 作为一个合金团队 心中有一个要达到的目标 说为了达到这个战略目标 我每年每月每周应该干什么 在干的过程中 我需要培养哪些组织能力 需要培养哪些价值观 把这些东西想好 在执行过程中逐渐突出 在做事中 在成事中逐渐变革 少说多做会比 你说OK 我要改革了 我要大面积革命了 要比这样要强的多 第五 如果你真要变 你说的确是不得不变了 再拖下去 大煞将轻 再拖下去 船都要沉了 如果真是这样 我的建议呢 是认清主要问题 分析好 左左右右前前后后 说问题的根源是什么 我如果要解决这个问题 有哪些方案 哪些方案有什么样的好处和坏处 主选方案是什么样子 被选方案是什么样子 推进这个方案 有什么样的路线图 中间可能会遇上什么样的问题 我有什么样的应急预案等等 把这些东西完完整整的想清楚 想明白 然后狠狠去改 我不得不多说一句 在这个过程中呢 要充分准备 特别是充分准备 克服困难 把困难想象的比你想象的再多两倍 五倍 甚至十倍 这就是我对改革制度 力不实 不变法 的五点看法 再往下说 人不实 不易救 就是说 心人没有好过救人十倍 无论他的情商 智商还是成事的能力 如果没有好过救人十倍 不要淘汰 救人 这个为什么这么说 第一 喜心厌旧是人之常情 你作为一个管理者 常常出现的问题 就是说 你新看见一个小伙子 觉得这小伙子挺能干 挺好的商业毕业的 挺好的国外大公司 历练过的 拿过来 应该我给他一百薪水 他给我创造一万的价值 这种喜心研究 这种小算盘 是人之常情 通常从心理学的角度解读 人和人 相见 最开始是蜜月期 所谓的相见欢 所谓的若人生只如初相见 第二期就是冲突期 过了一阵 大家逐渐露出牙齿和爪子 逐渐显出脾气 显出每个人的特点 这样呢 非常强的一组人 就会彼此冲突 第三期是要么你改善期 要不然是恶化期 或者大家从冲突期通过改善彼此的工作方式和工作习惯达到改善的目的 或者变得更长 彼此不说话 彼此不能共事 彼此甚至不通电子邮件 甚至互删微信 互相拉黑 第四期是所谓的平稳期 就是恶化 就平平的恶化 大家老死不相往来 或者平稳期 在改善期之后 说 我们也不是那么喜欢 我们也不是那么讨厌 我们80%的喜欢 20%的讨厌 我们能够平稳的继续下去 这个是从心理学的角度 讲人和人之间相处 有可能会是出现什么样的曲线 蜜月期 冲突期 改善或者恶化期 以及最后的平稳期 简单的说 洗心研究是人之常情 最开始的蜜月期 觉得你好 你真好 这是挺常见的事情 并不是因为这个人真好 只是说这个人是个新人而已 第二 信任非常难以建立 大家要知道 如果作为一个组织 想成事 持续成事 持续成大事 那需要彼此互相配合 在彼此互相配合之前 在彼此互相配合的底下 是互相信任 这种信任需要很长时间磨合才能产生 需要经事 也就是说一起干事 一起多干事 一起多干大事 才能有真正的信任 光喝酒 光尬聊 没有用的 日久 见真心 患难 出真情 如果没有经过事 这种信任很难建立 你很难期待一个全新的组织 能有很高的效率 能够长期有很高的效率 这几乎是不可能的 这种信任是救人对救人的信任 而不是新人的信任 第三 兔死 无悲 人都有一个同理心 如果你对救人太狠 杀救人杀的太多 轻救人轻的特别厉害 你会出现很大的问题 在你如何管理你的组织基础 也就是你组织里那些旧人 那些老人 那些功臣 如果你对新人永远比你对老人好 你就不得不接受老人吐死胡悲的心理 老人的动力 老人的忠诚度 等等各种问题 如果老人大面积出现问题 你这个组织的组织能力会受到严重的损害 第四 如果你真想淘汰某个旧人 某些旧人 我的建议是 在淘汰前 给他们充分机会 最少两次 最短一年 给他们机会之后 发现他们还是不行 定了 一定要淘汰他们 可以不可以把他们转到其他岗位上去 而不是直接让他们卷 铺盖卷 走人 甚至他们的权被去掉之后 其他的待遇 我建议不要变 甚至提升 讲了讲 变革管理的另一面 另一种看似悖论 但是更有效的方式 就是以不变 硬万变 没有十倍的利益 不需改革制度 没有十倍的人才储备 或者新人没有好过旧人十倍 不要淘汰旧人 这句话呢 偏保守 但也从一个侧面体现了两个残酷的事实 从长期看 需要变 以及真正能变的法并不多 从长期看 真正能更好用的人才并不多 如何在体制内成事 这是很多听有关心的问题 我都没想到 后来一想呢 也有道理 之前呢 讲了很多 关于创业呀 投资呀 在企业里做呀 但是没有偏重 说在体制内 应该如何生存 如何发展 如何成事 应该注意些什么 这个题提给我呢 我稍稍愣了一下 说我好像从来没想过 这个体制内跟体制外的这么大的差异 但很有可能呢 的确存在一些差异 到底这些差异是什么 到底如何在体制内成事 今天咱们就来讲一讲 讲三点 第一 定义体制内 第二 我说说体制内跟体制外 在过去二十年的变化 以及在之后十年 甚至二十年的趋势 第三 回到主题 在这么一个体制内 在这么一个大势下 如何在体制内成事 听我一一慢慢讲 一体制内的定义 如果严格定义 就是事业边 也就是说你不用太想生意 不用太想商业 你就是做一个公共事业 做一个官吏 然后你拿自己一份工资 是国家养你 是国家的人 这是非常严格的窄意定义的体制内 如果把这个定义呢 稍稍扩大一点 那国企 特别是央企 就应该是在体制内 因为央企 国企的控股股东 是国家 是地方政府 是中央政府 甚至如果你再扩大一点 大型跨国企业 大型私企 组织一段大 都会有自己的体制 也就是说 如果定义体制内 最窄 最小 就是你是不是为国家赛工作 是不是在中央电视台 CCTV 在人民日报 在北京大学 在清华大学 而且呢 你是明确的有事业编的 不是编外人员 如果再扩大一点 就是央企 国企 在这种 以国家股份 占绝对多数的 股权架构的 企业里工作 如果把体制内 再扩大一点 我认为任何 大型的机构 都会有自己的体制 包括像 GE 菲利普 西门子 强生 这样的大的跨国企业 包括大型的私企 像阿里 腾讯 虽然我不了解 但是我几乎可以肯定 他们有自己的规矩 这种大型的组织架构 都可以广泛的定义为体制 咱们定义完了宅艺到广义的体制内 咱们说一说 我对于体制这个事的看法 在过去20年体制产生了什么样的变化 在之后10年体制有可能产生什么样的变化 第一工作选择 20年前 作为一个刚毕业的20来岁30出头的年轻人 第一选择是外企 为什么呢 升职快 你去了国企 去了私企 你做的好 也不见得能得到晋升 至少这是2000年那时候 大家的普遍印象 外企呢 规矩清晰透明 你只要好好干 只要做的好 你就可以得到晋升 得到比较快的晋升 好了 到了2020年 如果你现在是大学刚毕业 或者是从国外刚刚留学回来 选择就不是那么清晰了 外企不见得是你的第一选择 很有可能国企变成你的第一选择 为什么 你能做更大的事情 你可以以国为怀 你可以更好地发挥自己的力量 你可以工作更稳定 有可能私企变得不错 私企也有足够的规模了 不像20年前私企都小 那时候马云马化腾还非常小 现在他们已经都变得很大了 你可以在他们的平台上发挥自己的作用 发挥自己的能力 很有可能私企给的工资比外企还要高 私企给的工资比国企比事业边给的工资还要高 所以不再是清晰选择了 这个对一个年轻人来说 我觉得已经是一个翻天覆地的变化了 还有20年前当时就想 哎呀 我如果在国外挣钱 在国内化 这是多么美妙的一件事啊 留在美国 在BD 在强生 在技艺 工作 挣美金 然后换汇到国内 在国内买房子 北京2000年 房子一平米 最好的一万块钱 最一般的 3000块钱 4000块钱 就可以买到 太爽了 太好了 太便宜了 但到了2020年 反过来了 很多80后 甚至90后 会想 我如果能在国内挣钱 在国外化 那真是一个不错的事情 在国外买一个很好的 有地的 有景色的房子 在国内一线城市 很有可能 你买不到一个地铁旁边的房子 从这个角度讲 这可能是另外一个翻天覆地的变化 但是不好意思 新冠病毒来了 现在两边跑也不太现实了 不像20年前 在2000年的时候 你还可以相对从中两边跑 大概率是件是 在之后的十年 两边跑应该来讲 是比之前的十年 二十年 甚至三十年 更难的一件事情 也就是说 现在这个体制呢 变得不像二十年之前 那么清晰 说如果从工作角度 一定什么是第一选择 如果看之后的十年 甚至二十年 我也不得不说 其实选择也不是那么清晰 你还是要根据自己去选择自己合适的体制机制 比如说你希望规则清晰一点 希望更业绩导向一点 或者是说你英文好一些 你很喜欢写电子邮件 很喜欢做PPT 那去外企有可能是个不错的选择 但是如果你想做大事 喜欢在大平台上发挥自己的作用 你可以相对来讲慢下来 那央企国企甚至事业边会使你更好的选择 如果说你喜欢跟一个老板 跟一个老大一块去相对灵活的做一些事情 那私企有可能是你更好的选择 这是我现在对未来十年二十年的看法 他没有一定的第一选择 他需要你根据你自身的特点来去确定自己的选择 定义完体制是什么 讲述了体制在过去二十年 以及未来十年二十年的可能变化 咱们回到主题 如何在体制内成事 这个体制 我相对来讲把它弄得窄一点 在事业边 特别是在央企国企内如何成事 我讲八点 第一你必须树立信念 就是你要修炼成为一个成事的人 我们讲讲到今天成事心法的绝大多数规律都依旧适用 原因非常简单 就是无论在体制内还是体制外 能够把事办成的人大家都喜欢 特别是你的领导很喜欢 第二 懂事 懂事是什么意思 就体制内做事 希望你能够按体制内的规矩办 大家听好啊 过去类似的事都是怎么办的 也就是说过去的规矩是什么样子 体制内这些流程是怎么走的 我如果没有非常明确的反对意见和反对的理由 我就跟着去走 先走几遍 先看一看 如果有觉得特别不对的地方 那总结起来跟领导沟通 一方面是做事的流程 另外一方面是人 多问几个愿意坦诚跟你说实话的老人 在这个体制内谁跟谁都是什么关系 这些都是什么样的人 他们都有什么样的背景 他们之前都有哪些恩怨 刚才说的这些访谈 这些谈话在不同场合多问几次 哪怕对同一个人在不同场合都多问几次 你把这些都默默记下 然后稍稍总结一下 不见得落在纸面 你心里渐渐的归纳总结提炼 说这个体制内 你的小环境中环境和大环境 到底有哪些关键人 这些关键人到底是什么样的背景 他们彼此什么关系 之前有哪些恩恩怨怨之后 可能还会面临什么样的事情 了解这些是懂事的另外一个基础 就是懂事情 以及懂事情相关的人 第三建立信任 信任怎么建立 我觉得有方法 有态度 在态度上 特别是在体制内 在你自己冒头之前 先要想 你要花几年的功夫 跟随 做学徒 做个follow 做个跟随者 就是别人怎么说 我怎么做 特别是领导怎么说 如果我没有非常大的反对意见 我就跟着去做 据说清华不成文的孝训是听话出活 话少干事利落 第一维护 这样的人永远是招人喜欢的 挺好啊 话少干事利落 第一维护 这样的人往往容易得到信任 特别是在体制内 我讲的信任公式 信任等于可信度 诚可靠度 诚可亲度 除以自私度 在跟我刚才讲的 在体制内如何争取信任相对比 你会发现 里边有很多微妙的相近 以及应该突出的地方 简单的说 话少 干事 第一维护 第四 除了你是一个成事的 懂事的 有别人信任的人之外 在体制内想成事 多成事 持续多成事 第四个重点 是耐心 在体制内哪怕你事做得再好 你也不要期望能够跳级 特别是在很平稳的时候 在不是打仗的时候 你跳级周围人都不好过 周围人都会不舒服 你领导压力很大 你周围人给你的压力也会很大 所以说 耐心 等待 等待机会 第五 在体制内成事 三从一大 流程 不要出错 留好所有证据链 有时候 流程正确 比 结果正确 更重要 第六 希望你 跟对人 什么是好领导 简单的说 一 推功懒过 自己能承担责任 自己能立得住 二 能给下属做事机会 三 自己有上升空间的 如果能符合上述三点 就是好领导 选准好领导 跟他 跟的时间长一些 三年 四年 五年 甚至十年 第七 不贪 不贪图私利 不贪小利 你毕竟不是在一个纯商业环境中做事 你是在给更大的一个机构 更偏重工友 偏重工艺的一个环境下体制内做事 就在自己在体制内做事成长的过程中 把物质欲望放低一点 不要在花工艺家钱的过程中挣钱 第八 要能够忍受起伏 什么意思 虽然体制是一个相对稳定的地方 但是在体制内 不排除你和你跟的人 或跟你的人 有起起伏伏 上上下下 这种起伏和上下 虽然非常让人伤心 或者让人狂喜 但是希望你 如果在体制内想成事 不要为这种上上下下 特别是不要为暂时的被调整下去 被边缘化而特别失望 上上下下 几上几下都很正常 不要为之所动 你该干什么 干什么 该用合适的成事心法 用在合适的成事的事上 成事 持续成事 持续多成事 好了 关于在体制内如何成事 这个议题讲了三点 如何定义体制内 体制内在过去二十年和未来二十年 有的变化 以及可能有的变化 第三 在体制内如何成事 无论如何成事人 大家都喜欢 在体制内要更懂事 要更争取信任 要更耐心 要更流程正确 要更跟对人 要不贪私利 特别是小的私利 要能忍受暂时的困境 忍受暂时的起起伏伏 与心周旋 和自己的心共处 看上去讲一个非常虚的事 但是这个是很实在的一门学问 禅学是心学 但成事学说到底也是心学 曾文藩有句话是这么说的 福威救难之英雄 以心力劳苦为第一意 就是说你想当个福威救难的英雄 你要劳心 要劳力 不是脚踏降云就是英雄吗 好了 整天这么累心 整天这么累身 现在人很多问题都是心出现问题 那我作为一个成事的修行者 怎么办 我们给各位说三点 放自觉 活自觉 简自觉 第一点是放自觉 放什么 放空 为什么要放空 因为你心里如果装了太多没用的东西 其他的东西就很难进来 里边太多的东西也很难出去 这些都是放自觉 要解决的一些问题 给大家讲一个达摩的故事 谁知道是不是真的 反正这个故事呢 对我有点启发 叫会可 逆心 会可 是他徒弟的名字 这个会可说呀 我心 未安 岂失 与安 就是我心里不安定 心里很烦 老师 谢谢你 求求你 让我 安定一下 让我 安一安 这老师就这么说 将心来 与辱安 什么意思 反正现代汉语 就是 你不让我修你的心吗 你不让我安你的心吗 你把心拿来 我 帮你安心 这会可呢 想了半天 就说 逆心了 不可得 或者这么断句 说逆心了 不可得 找了半天 找不到 这老师说呀 逆 得 岂是辱心 与辱 安心 静 就是说 如果你能找来的 那 是你的心呢 我已经 帮你 把心 安过了 之后 说会可 言下 大悟 是不是真悟 我就不知道 反正故事呢 就 讲在这块 按道理来说 用达摩的教法 是 我法 以心传心 独立文字 我不该讲 下边要讲的话 但是呢 如果不讲 很多 听众 很多朋友 会觉得云山雾罩 说你故弄玄虚 咱们讲过 成事 心法 这边课 是讲的实操 所以 我尽可能 把一些 不该说 也说不好的 一说就是错的东西 尽量试着说一说 大原则 一定是对的 但是怎么做 各位 就听个意思 能明白就明白 明白不了 我也没办法 第一个 放自觉 刚才说了 说 心 要放空 你不放空 你就安不了 那 我怎么放空 引用曾国藩的话 勤脑 而后气息 一乐也 就是干完一天的活 无论是体力活 还是脑力活 然后休息 特别开心 大家想想 你玩命 跑十公里 你跑近五十分钟 甚至你跑近四十分钟 你光机一倒 你能不睡个好觉吗 智淡 已消智心 二乐也 就是说 我 安于 淡薄 安于 没名没利 安于 默默做事 我用淡薄 凝智 用宁静 智远 消除 这种妒忌心 消除 这种明利心 消除 这种功利心 别人看不开的事 你看开了 那些看不开的 整天愁眉苦脸 虽然也可怜他们 但是你劝也没用 你看到自己能看开 你默默在内心 给自己点了一个赞 二乐也 第二个乐出 读书 生出今时 三乐也 就是 我读书 不见得是自己的诗 高声朗读 叮当作响 就像 拿筷子 敲酒杯 就像 拿 金属 敲块玉 三乐也 曾国藩的欢喜 三境界 一 累死 憨睡 二 看开 能笑望 三 高声朗读 声若 金时 大家想想 他这个三个乐 实际是三个放空心的过程 那再有一层 我再多讲讲 人间呢 有三个空间 都叫房 其实这三个空间 都能 吸心 养性 书房 记心房 你可以在书房里边 高声朗读 朗读别人的诗 朗读自己的诗 朗读别人的文章 朗读自己的文章 声若金时 把心打开 把心放空 山房 是能够睡觉的地方 把自己的身体 累个半次 在山房一睡 一觉万事空 第三 重症病房 什么意思 我经常去病房 大家可以去病房 特别是重症病房 去看看 你会感到自己特别幸福 幸福到什么程度 幸福到 你觉得自己能走着出去 就很幸福 幸福到自己能喝水吃饭 能睡觉 能呼吸空气 能自己溜达 能自己看本书 这些一切的一切 都是极端幸福 在那一瞬间 你就放空 第二次 是活自觉 什么叫活自觉 责物翻的话是这么说 心常用则活 不用则智 智晰的智 如泉水在地 如泉在地 不凿急 则不得甘理 就像地下有泉水 如果你不凿 不挖掘 不用心去干 给它挖出来 你就得不到甘泉 如玉在谱 不切磋 则不成另气 就是好像一块玉 在石头壳里 在玉谱里边 你如果不如切如搓 就切磋它 打磨它 把它的石壳 打掉 美玉就露不出来 它就成为不了 一件非常美好的玉器 心 既是心智 也是意志 心智是什么意思 思考 挖掘 抛墙 挖路 去思考 别人想不清楚的问题 去归纳 别人说不明白的问题 也是意志 是什么意思 它要坚持 要锻炼 要打磨 要长久的工作 用心二字是最难的 人体里 耗能最多的器官是什么 不是腰肌 不是腹肌 不是核心肌肉群 是什么 是大脑 大脑耗能最多 一个人习惯了繁重的脑力劳动之后 偶尔一两天不动脑子 也吃不好饭 也睡不好觉 甚至整个人都是奄奄的 没活劲 人在骨子里有很贱的东西存在 希望各位 善互持 怎么互持 用活字绝来保持活力 动 简单的说 心常用则活 有两个核心词 一是长久 二是规律 越规律 越长久 习惯 而且喜欢繁重脑力工作的人 不要渴求退休 最幸福的 我倒觉得是活到老干到老 有可能你就是一条贱命 你就是一个劳务命 得志 则行天下 修秀事工 以国为怀 没准就真能让世界变得更美好呢 不得志 咱就独善其身 读独书 喝喝酒 想写就写几笔 没准也就不朽了 这是我个人的一些小体会 咱们说了放字诀 放空 活字诀 常用 最后一字诀 叫简字诀 什么意思 叫礼不再多 大家想想心脏 就是收缩 书章 太复杂的道理 很有可能就是没用的 而且很有可能就是错的 一本经 一本好经 多翻 要远远强于 你翻十本经 特别是多十件 十件完了 再翻翻经 再去看看书 知行合一 人见一体 曾文芬对这个议题是这么讲的 至心至身 理不必太多 知识不可太杂 切身日日用着的 不过一两句 所谓守约也 就是说 至心至身的 理不那么多 书不用看得太杂 只要日日用得着的 一两句 你天天去做 已经比 百分之八十的 地球人 要强了 举一个禅宗的鸟科禅师与白居易的故事 鸟科道林是一个禅宗和尚 他看到秦望山 上面长着很高大的松树 枝叶繁茂 盘须如盖 然后他干了一件什么事呢 他就跑到树上 搭了一个窝 每天待在上面 周围人看到 送了他一个外号 鸟科禅师 这个科呢 是科旧的科 一个宝盖头 一个果 白居易呢 到这个地方 当地方官 听说了这个事 就进山去拜会鸟科禅师 他在树下 抬头 看见鸟科禅师 在树上 随着风晃晃悠悠的 他说啊 禅师啊 您住这个地儿啊 有点危险 禅师说啊 太守啊 他就白居易嘛 地方一把手 说太守 你的危险比我大多了 白居易说 我坐镇一方 作为一方大员 我有什么可险的呢 你才危险呢 这个禅师呢 心里想啊 这真是一个没有智慧的 陈师说 你每天应酬 每天在这些名利场上混 很多的利益 很多的欲望 就像火种 和燃料 一不留神 就烧起来 烧起来 就不知道烧到什么时候是头 这种东西 多么危险啊 你控制的了吗 他原话说 星火相交 时性不停 得非显乎 难道不显吗 这白居易呢 没回答 没去和否 然后就换了一个话题 很有可能呢 这个按古话说 不和谐 大家没对上口 这个白居易呢 接着问 如何是佛法大义 这个佛法大义啊 是一个常问的一句话 就是佛法到底说的是啥 你不用云山物照 用一句话 你跟我讲佛法是什么 鸟科道林禅师说 八个字 诸恶莫作 众善奉行 就是各个恶事 别做 各个善事 身体力行 白居易又乐了 说三岁小孩 也知道这个道理 你猜鸟科道林禅师 这个鸟禅师 怎么回答的 他说三岁孩儿 虽道德 八十老人 行不得 之后 白居易 礼拜一下 就退了 也没有说 他认可不认可 知道不知道 明白不明白 我呢 也用鸟禅师 这句话 三岁孩儿 虽道德 八十老人 行不得 如何与心周旋 我们这块提的心 不同于 临床上说的心脏 但是 我们在如何使用心 这件事上 反而可以学学心脏 如何工作 放自觉 活自觉 简自觉 放空 收缩 书章 长久 规律 活动 长期修炼 反复重复 慢慢习惯成自然 仿佛心脏 不用我们 人为 干涉 自己 就会 跳动 重情管理 重 是大众的重 情 是情绪的情 重情管理 曾国藩呢 有这么一句话 于民无知 于素所未见未闻之事 哲 疑其 难于上青天 渔民 这么用 有些贬义 就是很蠢的老百姓 是无知的 就是在他过去 没有看过的 没有听过的事 他就会认为呢 像上青天一样难 一人告退 百人复合 就是渔民中 有一个人说我不干了 我不跟你玩了 我赶快跑 我吓坏了 那一百个人就跟着跑 就跟着认同 其实并无真知灼见 假令一人称好 则千人同生称好以 就是反之 有一个人说好呢 你也会看到 有一百个人 甚至几百个上千个 这些群众跟着往前走 群众呢 没有任何贬义 只是说曾和藩是在这里边用了一个更负面的词 叫渔民 咱们这块呢 就用群众 表面上这句话的意思是群众无知 只会盲从 实际的意思是一个好的领导 如果他能掌握时机 他在合适的时机 振臂一呼 就能够起到以一当时 以时当百 以百当千的作用 这就是精英的素质 也是领导的艺术 庸众无知是个事实 这个事实呢 常常令人悲哀 也常常被各种领袖人物利用 你不洗他们的脑子 别人也会洗他们的脑子 曾国藩这句话 如果用在作恶 常常能做成大恶 如果用之行善 也能做成大善事 那我就借着这么一个有趣的现象 我跟各位讲五点 这五点都是关于如何更好的管理大家的情绪 第一要有个领袖 一旦讲成事 你躲不开的就是一个领袖 这个领袖战略上要看得清 甚至退一步 他至少认为自己看得清 至少对未来的方向 自己要做的战略举措 非常笃定 大家以为容易 其实这是不容易 如果从正面好的方面去看 这是需要特别好的战略素养 需要建立在过去业绩上的信心 如果从相对负面不好的一方面去看 这需要这个领袖有什么样的情商呢 需要偏执 需要自信 需要甚至有点盲目的自信 这样的领袖 才有可能更好的管理重情 在有了这个领袖之后 第二要有个战略 针对战略常见的误区 就认为战略是领袖的一句口号 说我们要实现四个现代化 这是愿景 这是宏伟目标 这不是战略 什么是战略 就是如果一个领袖带着他的班子 带着他的核心团队 把这个战略制定出来了 这个组织的中层要非常清楚 在之后的三年每一个月做什么 以及为什么去做 你让三四个中层分头去默写 说下月你该做什么 你该做什么 你该做什么 公司最重要的目的是什么 他们默写的东西应该有80% 类似 这样才能说这个公司是有一个好的战略 而且沟通的很好 不好意思 我不得不说呢 如果新团队情况复杂且紧急 战略制定 必须要相对简洁 甚至相对独断 就是刚才说的这个领袖 可以说你愿意跟着我走 大家一块走 你不相信我 你自己走开 这也是司马迁在史记滑稽列传中一句话说的 民可以乐成 不可以律使 就是说这些庸众 这些群众可以坐享其成 但是不可以和这些庸众 这些民众来考虑最开始的战略 也说战略要由CEO定 当然如果情况不紧急 如果不是新团队 大家还是可以严格的去按战略规划的方式方法去做 但是紧急情况 我同意 民可以乐成 不可以律使 第三个 你有了一个好的领袖 你有了一个好的战略 你在重情管理的时候 你还需要一个好的契机 这种契机 如果谈到重情管理 往往是一个关键点 在这个关键点上 大家需要一个方向 如果不决断一定是死 有决断总比没有任何方向强 就好像在慢慢的长夜 在一个不知道方向 没有GPS 也没有北斗指向的地方 大家应该往何处去 这种时候需要明快决断 就像做艺术最强调的 所贵者胆 所要者魂 就是需要领袖 需要核心班子的胆量 需要能抓住 现在事情中最重要的部分 就是什么样的方向 几乎来讲是最对的方向 你需要这么一个契机 在这个契机上 如果你不决策 一定是死 有决策 就很有可能 比没有决策要好 第四 即使有了领袖 有了战略 有了一个该往前冲的 这么一个契机 你也需要有个口号 这个口号呢 要跟你的战略 要有气同性 同时要把你的战略诉求 要口号化 什么叫口号 就是老太太也能明白 老头听了 也能嗨起来 比如说在秦朝那个时候 大家就讲 王侯将相应有主乎 就是王侯将相 他们难道天生基因 跟我们不一样吗 比如说曾国藩 在起兵打太平天国之前 他说的 指中国数千年 礼仪人伦 诗书典则 一旦扫地荡尽 此起读我大清之奇变 乃开辟以来 明教之奇变 就是说太平天国 是把我们数千年的 礼仪人伦 诗书典则 都摧毁了 断了我们的根 这不只是在大清朝的奇变 而是开天辟地以来 我们儒教 我们明教 面临的最大的危险 我孔子 孟子之所 痛哭于九元 就是我们亲爱的孔子 孟子 因为这样 在地下痛哭 凡读书十字者 又乌可袖手 安坐 不思 亦为之所以 就是我们这种读书 实力的人 又怎么能袖手旁观 看着这种礼崩乐坏持续呢 这是曾帆的说法 在跟太平天国干之前 他写的一篇文章中几个最重要的话 就是里边有口号化的诉求 就是说我让大家一听到就义愤填膺 觉得我要去干 之后呢 大家也是遵从这样的原则 比如说驱除打鲁 恢复中华 比如说被中华之崛起而读书 比如说分地主的梁 上地主的床 比如说一国两制 比如说大众创业 万众创新 这些把某种战略化成口号 都是屡试不爽的尝试 你有可能会问我 说我没个战略 我还想有个口号 怎么办 教你一个诀窍 如果做不到有逻辑 做不到有战略 做不到动人 那就数字化 比如说五讲 四美三热爱 比如说三好学生等等 在有了一个领袖 有了一个战略 有了一个契机 有了一个口号之后 那最后剩的是什么 除了上述四点之外 还有一个第五点 就是坚持 我有一个老哥给我的建议 是你要让你的团队听你的 他第二个给我的建议 他一共就给了我两个建议 是两个字 坚持 让你的团队持续听你的 你持续相信自己制定的战略 坚持是执行下去 不要因为一个月半年 一年甚至两年 局部的艰难困苦 局部的暂时失利 而改变你的战略方向 就是坚持 修过成事心法的人 不会轻易被自己的情绪 利益 虚荣 把持 战略方向 不会差的太远 那战略方向 基本正确之后 带着团队坚持 绝境极权 就变成 至胜成事中 最重要的一个因素 你一旦坚持 一旦 推动自己 绝境极权 那时间 就成为了你的朋友 口号和战略 定好 只是开始 下边 还是要坚持的 除了你在不断行之外 就是要反复唠叨 反复唠叨 反复唠叨 特别 你是CEO 你的逼话 一定要多 让你的团队 基本能够背出来 你到底是怎么想的 我自己个人到了50岁 厌倦了唠叨 所以才想起 做逢堂成事心法 让团队反复去听 让各位反复去听 重情管理 重要 你在合适的时候 振臂一呼 群众无知 会跟着你走向胜利 需要一个强有力的领导 需要领导和团队 定一个制胜的战略 需要一个契机 来宣传这个战略 需要有一个口号 让大家都能了解这个战略 被这个战略所激励 然后就是坚持坚持坚持 喊着口号 执行着战略 在领导周围走向胜利 咱们回到本源 我发现听众朋友呢 听了好多堂课之后 反而会对一些根本出发点 产生一些疑问 我今天就用这次课的一点时间 来给各位讲一讲 很多听众朋友呢 会问 你总说城市 那城市的标准是什么 这疑问的产生 也相对简单 在中国历史上 世界历史上 有很多人物 例如诸葛亮 岳飞 文天祥 在他们所处的时代里 并没有实现自己的理想 最后呢 是失败 也可以说 他们是一群失败者 但是过了几百年 上千年 你会看 他们精神是有可贵之处的 他们有他们不朽的地方 那您说到底什么算成事 应该在一个多长的时间轴 来看这个成事 应该从哪些维度 来判断是否成事 这是挺多的听众反映的问题 第二个问题呢 也经常有人问说成事和成功的区别 我非常确认成事跟成功是有区别的 这个提请各位注意 很多听众会问说 您讲的这个成事心法跟鸡汤有什么区别呢 您是差多少钱 为什么忽然想起卖鸡汤呢 这是三个围绕着之前这些课 听众反问的最常见的一些问题 今天呢 咱们就一一解答一下 我先解答的是鸡汤问题 说成事心法是鸡汤的 我建议呢 你考虑两个问题 第一个问题 是我可以确认的 我跟你讲的是 我经过实践 经过我自己亲长得出的人生体验 也就是说我说的不是书本上的 不是我道听途说的 而是我亲身经历的 从书本到街头 从街头再回到音频 这是我真心认为 在世界上想成就一些事情 应该遵守的一些原则 它是不是鸡汤 我不知道 但我知道 它们是真知灼见 第二方面 是不是鸡汤 咱再抛开一边 我想跟各位说的是 很多最重要的道理 是很浅显的 以及你看看你自己 是不是能够做到这些浅显的道理 比如 你是不是天天能够早起 你是不是能够坦诚对人 你是不是能够尽心尽力 尽职尽责对事情 刚才说的可能都是废话 可能都听上去像鸡汤 但是你能身体力行吗 如果你没有身体力行 是不是鸡汤这个问题 你没有资格去问 先去做到一些最基本的事情 这是我对鸡汤与否的一些个人看法 再往下说 成功和成事 成功不等于成事 成事不等于成功 因为以下三点 一 成功不可复制 我认为成功涉及太多的因素 它是一个无偿事长 最后形成一个结果 这个结果很难在事前预测 你最后成功了 你说我 因为我成功了 所以我之前做过的 一二三四五都是对的 这个逻辑不成立 因为你在做一二三四五的时候 你并不能确定你能成功 我们可以讲 因为我修行成事 我做了一二三四五 所以我成功的概率会增加一些 所谓成事在人 成功在天 成功不可学 成事可以修炼 第二成功虽然不是成事 成事也不是成功 但是成功大家都想要 成事修行的好 成功持续成功 持续成大功的概率会明显增加 第三 只讲成功 不一定是好的一生 你成功因素里边 有太多天命 有太多老天帮你的地方 但是你看不到 在那个节点 你很有可能忘记自己是个什么人 忘记自己有多少能力 忘记说 天命不是可以一直持续的 也就是说持续的成功 有可能让一个人自高自大 最后再往前走两步 劈你的雷可能就在路上了 所以一直成功 不一定一直是好事 但反过来 如果成事 一直成事 一直成好事 那一定是不错的一生 你一生只成就一些小事 也是好的一生 这个就是成事 跟成功之间的三点重要区别 好了 再往下说 成事 不仅不等于成功 甚至不等于伟大 反之 依然伟大 也不等于成功 也不等于成事 成就一些第一 唯一罪的事情 往往等于伟大 就是在世界上 在宇宙中 我是成就这些事 最棒的一个人 往往等于伟大 但是成就一些相对日常 正常的事 人是非常好的人 人生也是非常好的人生 但是很可能 不能在人间定义为伟大 我会烙一张饼 我烙这张饼呢 可能在我们家算烙得最好的 对于这个屋子里边 四五个人 就是一件非常了不起的成就 这就是一件成事 这个成事呢 让今天变得很有意义 变得很快乐 如果天天这样成事 哪怕这些事很小 你也是过了伟大的一生 反正像诸葛亮 岳飞 文天祥 在他所处的时代 并没有实现自己的理想 甚至说是一群失败者 但是他们过去 确实是不朽的 失败也可以很伟大 为什么 因为他们那些精神 他们做的那些事情 如果天命给他们 如果换一个环境 一些其他的关键要素 产生改变之后 有可能会成就一些 非常大非常好的事 所以他们的精神是可贵的 转过来 如果我们不尊重 这些伟大的精神 那么我们变得很油腻 我们失去很多 很好的 能够成就事情的机会 这个道理是这样的 充分 但是不必要 必要 但是不一定充分 这是一个逻辑问题 再往下说 回到今天的最终一个议题 成事的标准 最简单的说 交代的任务完成了 定义好的任务完成了 就是成事 至于最后是否成功 别人是否认可 并不重要 成事无大小 本一不二 治大国如烹小仙 烙一张饼 管理一个街区 管理一个城市 管理一个国家 管理一个星球 其实是类似的 管好 成就好 都是成事 再往下说 成事虽然不大小 但是有善恶 诸恶莫作 诸善奉行 恶的事情 再小 请你不要做 善事 哪怕小 成就一件 就是成事一件 再往下说 成事有效率高低 有概率高低 有持续与否 最好的 最棒的成事修行者 能够不给别人添很多麻烦 甚至不给别人添麻烦 创造很多美好的事情 让很多人持续享受到 让世界持续变得很美好 我今天断断续续 聊了一些 鸡汤和逢堂成事 心法的区别 成事跟成功的区别 成事的标准 我扯虎皮 坐大旗 听听曾国藩 怎么对刚才这件事 来发表议论 曾国藩曾经跟李四卿这么说 我被办事成败 听之于天 毁誉听之于人 就说成和败 这是有天命在 夸和骂 这是别人的说法 我们能管的是什么 唯在己之规模气象 则我有可以自主者 一约不随众人之喜剧 为喜剧儿 就说我自己做我自己的事情 我可以做主 我们需要担心的是 我是不是 从我的角度 从我的团队的角度 非常清晰 这件事的是非 以及效力 以及战略 战术 我们是不是 已经进了我们的心 安排好了 一旦 是非 效力 战略 战术 都安排好了 都坚决的尽心尽力 尽职尽能 去完成了 其他 听之于天 听之于人 不因为别人的开心 恐惧 不高兴 而 开心 恐惧 不高兴 真英雄 不必无福 曾国藩的大丈夫 真英雄气概 这一句表露无疑 不需要解释 大家多读几遍 就好 曾国藩 曾国藩还在其他地方 讲过类似的事 比如 苍苍者究竟 为之何弱 武备 竭力为之 成败 不负继而 苍苍者就是老天 天意不可知 只管尽力做事 成败由天 我们不考虑 曾文芬还说过一句 坚其智 苦其心 勤其力 事无大小 必有所成 刚才说的这句 又是普通话 老套话 曾国藩也说很多 普通话老套话 但是 这些普通话老套话 做起来 并不容易 你好好想想 你 是不是 真的 做到了 大事 不可为 怎么办 有几个资深的听众 给我问问题 说 小地方 小局面 自己的团队 自己的公司 他们可以应付 可以管 但是 大一点范围的 这个城市 这个社会 这个风气 甚至这个地球 大事不可为 怎么办 简单的说 不办 苟全性命 与乱世 不求文达 与诸侯 这诸葛亮的话 就是在乱世 你保全性命 保全 个人的 生命 财产 团队的 生命财产 基本安全 就这么待着 不用整天 往达官贵人 那些地方跑 不用整天 混圈子 他们没有听说过你 不知道你 没关系 让干嘛 就干嘛 能干嘛 就干嘛 你听到那儿 你可能会问 说 您不是非常尊重 曾国藩 您不是老说 要像曾国藩那样 打落牙齿 何雪村 屡败 屡战 直到最后胜利 特别坚韧 特别能干 特别能忍受失败 但是那是可以有作为的时候 这个世界的确存在 有时候真的五年十年 甚至你一辈子大事不可为 从你的角度看 无论你怎么做 都有可能没有太多的办法 能够开启一片天 能够创造一个新的世界 这种时候呢 从一个角度看 是有悲哀之处 如果一个城市修炼者 试过再试过 想了再想 还是认为大事不可为 怎么办 还是那句话 其实不办也是一种办 但是怎么不办 还是有学问 比如说 曾国藩有这么一段话 叫时事欲奸 则挽回之道 自须先知 以借据体力 就是说 在情况越来越不好的时候 越来越艰难的时候 你如何能够挽回 如何能够自权 最重要的就是自己应该谨慎 应该小心 恶无预计之气 足以坚韧坚拒 然 事事太易 亦是一弊 这什么意思呢 就是你有那种旅败旅战 我一定能行 我要当第一 我要做唯一 我要世界上最好 我要是今天晚上最亮的星 我是要今年最亮的仔 我是要这街头最棒的人 是好的 从一方面是好的 但是在大事相对差的时候 如果你用刚才这种傲物机遇之气 认为人定胜天 这个时候 其实你是容易倒霉的 胸怀大志人固然能扛事 但会把做事看得太容易 所以第一条 在大事不可为的时候 我的建议是更加谨慎小心 再往下说 曾经班还有一句 说 以秦为本 以诚辅之 秦则虽柔必强 虽鱼必名 诚则金石可穿 鬼神可格 做事情 一要勤奋 二要专心 不怕性格软弱 不怕智力愚钝 必然能够成事 鬼神都会被你感动 会帮你 类似的事情 咱们在整个冯唐成事心法中 都反复说明 你有可能听腻 但你好好想想 你说大事不可为 但是总有你可以做的事情 你虽然有可能 不能占领市场 创造不出新的服务 新的生意模式 或新的产品 但是你可以看书 你可以写书 不问世事 不等于不创造 哪怕你离开商业 离开市场 并不等于 你不思考 那块有四库全书 对吧 你可以一直去读 哪怕你时间很多 四库全书 也可以耗尽你多数的岁月 那除了四库全书之外 还有欧美那么多名家的古典的成名的作品 你都可以拿来去读 这种勤奋 其实跟大事无关 你在整个读书的过程中 除了能够对抗无聊 还能增长经验 见识 另外 你能够过好每一天 其实一个常用的衡量标准 就是你做没做 多数人不愿意做 不想做的事情 当然像吃屎啊 这种事 类似脑筋局转弯 不在刚才的规定范围内 多数人不爱读书 你爱读 多数人读书少 你多读 多数人 捧起手机 多过捧起书本 你捧起书本 好了 时间长了 哪怕大事不可为 在不可为的大事中 时间长了 你持续这么做 你都会比别人强 第三 认命 曾光有这么一段话 他是这么说的 逆意命术 是依博德 读书人 犯死毙者最多 也说 你命着命 命的命术去做 是不好的 知识分子 读书人 犯这个毛病很多 聪明 而运检者 绝必游身 就是你很聪明 但是命不好 就总想跟命抗 这个毛病 特别多 凡 病在根本者 跪于内外教养 养内之道 第一 将死心 放在太平地 久久 自有功效 就是这种事啊 如果说病根在根本 大事不好 你自己对自己要求太严 自己老想跟命干 怎么办 最重要的是养内 就是把心放低 不去求 一命二运三风水 这是老天注定的 作为凡人 别瞎猜 别多想 别纠结 别老腻着命去干 放下心 端正身 去做事 命中该有的就会有 不该有的就不强求 其实刚才有两点 一 不要停止做事 二 不要有太高的期望 简单的说 修炼成事 这没功夫的人 如果屡屡不成大事 也就别总求能做大事 一日劳作 一日时 欢喜不尽 其实 做点小事 成就自己和周围 成就每一天 挺好 再往下说 在大事不可为的时候 除了刚才说的 谨慎 继续勤奋 任命 还能怎么办 另外提一个核心词 耐烦 因为大事不可为的时候 的确比较让人心里不愉快 曾凡有句话是这么说的 若欲棘手之际 请从耐烦二字痛下功夫 特别简单朴实 耐烦二字是做事的首要修养 做任何事的首要修养 既然要成事 就要做事 既然要做事 就要耐烦 那好了 再往下说 就是宽心 大事不可为 这个大事对所有人来说 很有可能都是不可为 如果你的心比别人宽 有可能你在大事不可为的时候 过得比别人好一些 以及大事变得可为的时候 你比别人身心更健康 更容易抓住机会 你要想 以宇宙为尺度 我们都是承认 以200年为尺度 你想想200年前 人写的书 现在还有谁去读 等等 如果把时间轴拉大 你有可能会容易开心一点 曾国斑是这么说的 阁下死时所处 即人是艰苦之境 意宽自自养 能免宅其心 于宽态之意 比身体不救灿弱 志气不治催颓 而后从容以求出显之方 啥意思 就是你现在所在的时候 位置 处境是非常艰苦的 这个时候 要宽心自己 宽自己的心 让身体不变弱 以后呢 慢慢的等待出现的机会 有身体才有本钱 有心气才有斗志 然后慢慢等待解决困境的办法 心宽之后 时间就是我们的朋友 时间会给我们做事的机会 坚信在我们有生之年 时间会给我们做事的机会 还有 越是大事不可为的时候 越要甘于寂寞 君子欲有所树立 必自不忘求人知 开始 忘求人知是什么意思 就总想别人知道 哪怕大事不可为的时候 也想让人知道 让更多的人知道 让台下千百双手 在我面前挥舞 这个是有问题的 忘求人知 想出名想封了 四处递名片混圈子 这个在大事不可为的时候 一定要更加小心 不要这么做 成大事的人开始干事的时候 民众不知道他要干什么 为什么干 能不能干 是再正常不过的事 特别是在大事不可为的时候 更不为多数人所理解 那好了 那怎么办 那只有甘于寂寞 等待该有的时候 最后 最后除了上面说的 大事不可为的时候 要更加谨慎小心 要继续勤奋 要认命 要耐烦 要宽心 要甘于寂寞 最后 人才非困恶 则不能激 非 威心 深力 则不能达 是什么意思 把大事不可为的时候 当成修炼的机会 谁知道明天会怎么样 谁知道三年之后会怎么样 活着不停修炼者 将来就有机会 刚才曾国藩说那句话 是以偏 盖全了 是金子 总会发光 是人才 无论何种处境 都会发达 但是这句话的正确成分是 没有经过困恶的人才 很可能遇上困恶 会败相尽险 没有痛哭或长夜的人 不足 与之 讲人生 有一次一个读者 一针见血的问我 如果想成事 您只能说一点 你会跟我说什么 虽然语言是个很便宜的东西 我说的东西 很有可能你理解起来 跟我说的不一样 张三说一遍 跟李四说一遍 不一样 李四说一遍 跟王武说一遍 不一样 但是 我非常坦诚的 直接回答 你这个问题 要成事 如果只有一个原则 要遵守 做个老实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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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重要的事情 说三遍 老实修炼 老实做事 任何时候 做个老实人 这是我能给各位提出的 唯一的一点 可能很多听众 听到这时候会讲 过去讲 孙子兵法 兵者鬼道也 就是打仗 就是要出骑兵 就是要尔虞我诈 就是要不讲道德 你才有可能赢 其实 我学商业 做商业 也超过了二十年 我也看过一些 所谓写的商战的小说 就是商业 战争 那种小说 我不得不说 真的不是 说到底 在商场 还是要靠诚信 可靠的人 时间长了 还是比不可靠的人 得的更多 更值 对于那些 特别是对那些 在商场上 已经做的 有声有色的人 对于那些城市上 修炼的 已经很不错的人 如果听我一句劝 那就是 做个老实人 不管其他人如何油腻 其他人如何走捷径 其他人通过不老实成功了 你都要做一个老实人 这样你可以走的很长久 你可以睡的很踏实 在我参加工作之后的二十年 那是2000年到2020年 这样是 曾经出现过很多猛人 就特别凶的人 第一唯一罪能干好多事 能征服世界 开疆拓土等等 这两三年 慢慢都歇了 而且是以加速度的都歇裁了 过去有一句话 说哎呀 不好意思 我出门一定得带个伞 楼上总是吊人 就有人总是跳楼 每个大的经济体 可能都有这么一个时期 最开始提出这句话的 是华尔街 就是你上了华尔街 你最好出门带伞 总有人撑不住了 想不开了 从楼上掉下来 我们最近的楼上也经常掉下人 出门带伞 不如你根本不做那些不老实的事情 如果能行 你自然行 如果不行 能够睡一个踏实觉 吃一个踏实饭 平安 平安是福 这句话听上是一个没有比他更老生常谈的老生常谈 但是绝对是最重要的一句话 曾翻是这么说的 平日非质稳之兵 就如果平常不是说很稳定很老实的队伍 必不可轻用险招 就不能涉险 不能冒险 平日非至正之道 必不可轻用其谋 就平常你不是说最笨 最正 最扎实的方式 不能用其谋 不能用阴谋诡计 他呢 这句话 看上去就没有说什么 只是说老实老实老实 但他实际上在和一个非常能干的人在讨论 用兵打招 你知道 这句话 他是跟胡林毅说的 兵行险招 部队一定要一直扎实可靠才可以 军出其谋 领导者要一直光明正大才可以 在现实人物中 一直扎实可靠的部队几乎不可得 一直光明正大领导几乎没有 所以没逼到决心 还是老老实实 不要心存侥幸 永远不用显招 永远不用齐谋 其实再退一步讲 哪怕被逼到墙角 我都建议 不要用骑兵 不要用阴谋诡计 还是老老实实 做不到 就是做不到 能做到 就是能做到 第二除了不用骑兵之外 那你平时应该怎么办 平时也要老实 除了在危机关头 平时更要老实 曾库盘是这么说的 爱民乃行军 第一须日日三令不深 视为性命根本之事 物视为腰结粉饰之文 就是说你打仗的时候 要天天注意 不要认为说我在打仗 我在战争时期 我可以胡作非为 我可以放松对自己的要求 不可以这样的 你在打仗的时候 也要注意 爱民不仅是行军第一 也是行医第一 也是管理第一 也是行政第一 中国作为一个自秦汉以来 崇尚大政府的国家 爱民一直是种传说 可是在极其偶尔 极其短暂的时间 在某些局部空间里实现 但是你真的作为一个个体 作为一个团队 作为一个公司 能够爱你的客户 能爱你的上下游 不要与人争利 老老实实这么长驱去做 实际上你会在更长的时间 做得更好 还有一段呢 我也很想跟大家分享 之前呢 我也引用过这一段 曾帆是这么说的 他是写给李鸿章的 用兵之道 最重自立 不贵求人 趋降之道 最贵推成 不贵权术 是什么意思 就是说 做事情 最重要的是求自己 自己做 不求人 该团队 最重要的是 诚实诚信诚信 不要耍权术 你不要和自己手下 耍权术 也不要跟周围人耍权术 也不要跟自己的领导耍权术 也不要跟相关的合作方 相关的利益者 耍权术 做人也一样 老老实实 你就去做就好 自己的事情 自己做 第一原则 不跟别人添 没有必要的麻烦 特别是不能陷害人家 不能耍权术 第二原则 看上去很简单的原则 自己的事情自己做 不要给别人添麻烦 能做到这两条基本原则的人 无论贫贱美丑 就是一个当当正正 合格的人 如果在此基础上 再能做到 兴奋 谨慎 就是人才 如果再能做到 大处桌眼 小处桌手 都不只是人才 就是人杰 反之 如果这两个做人的基本原则都做不到 哪怕智商情商再高 哪怕腰再细 胸再大 跑得再快 跳得更高 投得更远 都是人渣 不容易的 看上去非常普通的 其实是最难做到 所以曾孟番在另外一个地方讲 养生与力学皆从有恒做出 故古人以有恒为作胜之机 就刚才你看那么简单的事情 但是你观察周围能做到的非常少 因为什么他们没有恒心 所以再往下说是有恒不投机取巧 无论是你养生还是做学问 还是带兵打仗 还是成事 贵在坚持 换到现代 无论健身还是创业 都贵在坚持 反过来也一样 病人吃药没效果的最大原因 是不遵医嘱 没有恒心 不按时 按量吃药 不该停药就停药 这些人里包括我妈 所有人都有一个妈 我有一个妈 我那个妈 经常说 哎 我感觉挺好 不用再吃了 我感觉我血压挺好的 不用再吃了 然后等他感觉血压不好的时候 就直接去叫救护车了 成事人创业失败的最大原因是什么 是没耐心 没有恒心 不尊重商业规律 总认为说 我可以乘风而起 捞一把就走 不耐心营造商业模式 不自自以求 经营现金的为证 一直最新讲故事 忽悠一堆融资 再忽悠一堆融资 如果总这么做 你很难长久 最后的最后 我再与你用曾国藩一段话来强调 说如何做个老实人 曾国藩这么说 凡道理不可说的太高 太高则近于脚 脚是矫情的脚 凡道理不可说的太高 太高则近于脚 近于尾 道理说的太缥缈 太高 那就是矫情 就是虚伪 就是别跟我整天讲那些什么 情怀啊 理想啊 世界啊 宇宙啊 太矫情 甚至接近虚伪 那做什么呢 咱们就谈两点 不要晚起 不要说谎 听上去很简单 不晚起 那就早起呗 不说谎 那就是有啥说啥呗 不好意思 我看我周围的人 看我周围周围的人 如果细细用这两条去量 能做到的比例之少 令我震惊 其实很有可能 你自己想想 比例不超过百分之十 如果能有百分之十 你已经很幸运 做CEO 不要天天讲情怀 不要忽悠 整天不动脑子 讲那些放肆 刺海都皆准的话 就是矫情 就是虚伪 就是没有真知灼见 那些不可能错的话 就是标准的废话 曾国藩是个时代CEO 他只要求下属 一不睡懒觉 二不撒谎 不知道这两个小要求 在如今的职场 在你的团队里面 包括你自己 是不是高要求 闷心自问 听上去像废话 但是做到就能有效果 闷心自问 你自己做到了吗 周围与你共事的 有几个人能做到 所以说到底 咱们谈了这么长时间 成事 多成事 持续多成事 那如果另一条 就是做个老实人 不要用阴谋诡计 平时爱你的周围 爱你的士兵 自己做个老实人 扎扎实实 建立诚信 即使在乱世 不要使尖 不要使诈 不要油腻 说一句 试一句 牙齿当做筋 有恒心 不投机取晓 几个月 几年 几十年 如一日 落实好基本功 不挽起 不撒谎 其实就是 这么一点事 希望各位 不要因为这点事 平淡无奇 就不去身体力行 就是这点事 如果坚持时间长 就会有效果 好了 最后了 希望各位 能够成事 多成事 持续多成事 不知不觉 逢唐成事心法 录完了 按过去说书的说法 叫岁月如梭 时光远远 跟大家唠叨唠叨 做个结束语 这结束语的题目 是清醒给我规定的 儒家 精英的社会责任 我觉得也是挺好的 对成事 成事学 成事心法的一个概括 我们成事 真的只是为了成功吗 其实没这么肤浅 我们成事 真的是需要一个和平盛世吗 其实也不一定 成事到底为了什么 成事在这个历史的长河中 是一个什么样的作用 忽然 疫情来了 整个的节奏 就慢下来了 我也在想 疫情的时间 怎么过 就好像平时 你以国为怀冠 逐鹿中原冠 觉得 还是做大事 做那些 真的是改变世界的事情 还是令人兴奋 混吃等死 还是挺难的 虽然小时候 一直有个理想 找个小姐姐 吃软饭 混吃等死 但是真的疫情来了 真的哪也去不了了 甚至有可能 一出流 就只能混吃等死了 所以疫情之后呢 我也有了时间 仔细思考 成事到底为了什么 我是不是读信儒家的人呢 其实 不是 儒家这些经典 四十五经 我没有仔细全读过 有些像论语 我仔细读过 但是总体 我没有读得那么细 主要的句子 都展开 做一篇论文 没有的 但是 我是不是 在身体 力行儒家 相信的一些东西呢 我想在 很大程度上 是的 比如说 儒家核心贯穿的一条像 是什么 那就是 格物 智知 诚意 正心 修身 齐家 治国 凭天下 我的确 喜欢琢磨事 喜欢知道世界的到底是什么 喜欢摆正自己这颗心 然后 收拾好自己 管理好周围 管理好团队 管理好事情 如果有机会 以国为怀 甚至 有个中国梦 希望 天下太平 但是现在 如果没有呢 天下 不归你平了 治国 不归你治了 那你就往回退 说 诶 你在修修你的身 管好周围的小团队 其实也是儒家的道理 所以 疫情来临这大半年呢 我还是 每周 差不多 要工作 七十八十个小时 有一部分的时间 就搁到两件事情上去 一件呢 就是 综合提炼 总结 成事学 讲 成事 心法 以及 我理解的 以曾国藩为代表的 东方 管理智慧 其实我就说 在疫情期间 让我意识到 我过去这二十年 以及我现在 心里怎么想的 很有可能 还是 所谓的 儒家精英的 自己给自己加的担子 还是 很可惜 没有 软饭 硬吃的命 那之后 疫情 持续怎么样 疫情 过去怎么样 我想 还是沿着这个招 如果 能够以国为怀 如果 能做 对人类有益的大事情 我就去做做 如果不行 我退半步 再 沿着 成事 沿着成事学 再讲讲 各种 管理相关的议题 累的时候 写写毛笔字 这是 我现在的 一些想法 很有意思 我也翻到 曾国藩 讲 他面对 一个非常大的困境 一个 油腻的世界 他是怎么想的 他当时的话 是这么说的 今日 百废莫举 千疮 并溃 无可收拾 就是到处 都出问题 没有办法 解决 独赖此 京中 耿耿之 顺忠 与私民 相对于 古月 雪渊之中 就我只能靠我 现在 坚持 我的儒家 精英 信念 不变 和人民 站在一起 和受苦受难的人 一起 面对 这些 刀山 雪海 祭其 塞掘 横流之 人欲 以挽回 燕乱之 天心 书记 万有一补 希望 能够 堵住 这些 人性之恶 然后争取 摆天的运势 希望 能够 扳回一点 或许能做到 万分之一的 补救 不然 但就局势论之 则滔滔者 我不知 其敌业 我如果不这样 就目前的局势看 那几乎局势 不可为 我甚至不知道 底线在什么地方 曾藩这封信呢 写给江中元 左宗棠 他们仨 有 共同点 一 都是书生 二 都是精英 三 都能带兵 练兵 打仗 四 都清零 一线 这句话 其实有浓浓的儒家 精英意识 身后乱世 衰世 精英 应该干点什么 曾和藩的意思 是 要奋起 和苦难民众 站在血海之中 封堵 弥漫社会的人性 沉沦的欲望 把世道 人心 导向正轨 重建秩序 但转一个角度来讲 在乱世 这种知其不可 而为之的态度 也就是一介书生 该有的态度 这几个书生 给烂透了的 大清朝 一个中兴 至少 让千千万万的民众 多过了几十年好日子 这就是精英的责任 或者说精英的负担 我想举 梁启超 选的曾和藩年少的时候 做的一篇 其实并不复杂的文章 这篇文章叫原才 曾和藩在这个短文中 说了四层意思 因为原文是古文 我就不一读了 他第一层想讲的意思呢 就你说一个地方有文化 一个地方没文化 一个地方民风好 一个地方民风不好 这些是从什么地方开始的 是不是所有的事情 我们都可以说 因为这届人民不行 因为这块的民风不行 因为这块没有人才 所以我们作为个体 哪怕我们认为 我们是一个精英个体 我们什么也不该做呢 其实不是 孙国藩是这么讲的 一个地方的风俗 文化的后保 其实自乎一二人心之所向而已 说白了 可能就是有那么一小撮 几个人 大家跟着他 这几个人 如果心向意 也就是说向着仁义方向去走 那众人与之复义 众人就跟着他走 如果这几个人变坏了 向着利益去走 那很有可能 众人就跟着他去奔向利益 下边更有意思的是 一旦大家跟着这一两个精英 走了一段 会发现 众人所趋 视之所归 他就会形成一种势头 虽有大力 莫之感逆 之后再板过去 是很难的 所以曾经藩又做了一个比喻 说 就是一旦风形成了 它是很有力量 是不可阻挡 也就是说 曾藩强调 儒家精英 是有引导作用的 他第二 在这个原才这篇文章里强调的呢 是 如果 这个世界 这个时代 最好的头脑 最有慈悲 最有智慧 最有美感的头脑 因为大事不好 不能在最合适的位置上 去引导大家 这样世界就会出现什么事呢 就会出现 还会有不同的人冒出来 有以仁义唱者 其徒党 义 死仁义 而不顾 就是有倡导仁义的 他的徒弟 他的党羽 他的团队 就会 跟着他 往仁义去走 哪怕 死 也不怕 有倡导 功利的 其党徒 亦死功利 而 不顾 就是说 如果有倡导 说 要 征功 征名 征利 去挣钱 去挣没数的钱 持续的挣没数的钱 那 他的党徒 他的团队 也会 亡死了 去 争鸣 逐利 曾光帆在 这个第二大点里讲的 就是 如果 不能 有 最 强的人 占据 最合适的位置 风气 会变乱 好了 无价精英 有引导的作用和能力 如果 在乱世 出现 风气 变乱 那 儒家精英 作为个体 应该做什么 特别容易做的 是孤方自杀 就是说 我能怎么办 我一个个体 哪怕我 以精英自视 何况 有时候 我还不是精英呢 很多人还不认呢 那我怎么办呢 我就说 这个 滔滔大势 也不是我能控制的 那我怎么办呢 多数 所谓的儒家精英 常做的事情 就是 他 站在高地上 站在高明之处 明哲保身 自己 啥也不干 但曾文费 不认同 这些人的 做法 和看法 曾文费 认为 哪怕 你是一个 小小的 一命之官 哪怕 你只能 影响 十个人 你都要 去影响 哪怕 没一个人 听你的 你也要写书 也要发声 也要表达自己的思想 这是宗文藩认为 在乱世 真正的精英应该做什么 真正的精英 还是要站出来 发挥自己的威火 威忙 威小之力 这些威小之力 会形成新的更良好的风气 最后的最后 曾文藩说的一个愿景 说希望国家拿到我这种说法 能够非常谨慎的选最优秀的人 搁到最合适的重要的位置 也希望真正认为自己是精英的人 能够认同我这个说法 做自己能做的事 人体超选编了这么长一段文章 核心就是刚才讲的 儒家的精英的作用 曾欧帆和梁启超 都是儒家的精英教育的结果 在他们各自的时代 各自承担了精英的责任 曾欧帆挽救旧时代 梁启超开启新时代 从这点上 我们不得不信服一些精英的作用 这些年 所谓的中产阶级 流行羡慕贵族 各种莫名其妙的贵族精神层出不穷 各种贵族客层出不穷 实话讲 中国自送以后就是平民社会 没有贵族 只有精英 崇尚贵族是赌信遗传 如果真的靠遗传能解决人类的问题 人类遗传那么多次 早该是圣人了 怎么还会有人性之恶 崇尚精英是崇尚修行 所谓道理都在成事心反 都在这些薄薄的书里割着 但是愿意不愿意修行 是不是能修行到 要看造化 要看自己的决心 耐心和虔诚程度 城市理论的核心基础是 就这么一个肉身 基因你也改变不了 就在现实 还是可以努力成为圣人 做不到圣人 至少可以做到一个成事的人 作为一个能让世界变得更美好一点的精英 至少可以通过自身的努力 让自己 以及自己最近的周身变得更美好一点 这多一点美好 就是让世界更美好一点 唉 很遗憾 要跟大家说再见了 世间数百年 旧家无非积德 天下第一件好事 还是读书 积德 读书 修行 不断行 成事 持续成事 持续成大事 持续成好事 谢谢大家 听我唠叨 欢迎在评论区留言 和我聊聊你的思考 也特别欢迎大家点击分享按钮 把这一期分享给你的金人爱人 或者朋友 甚至你的敌人 管理是一生的日常 成事 是一生的修行 特别有赖宝 是一生的地球 是一生的地球 最后一视频 是一生的地球 最后一会延遇到你 发现了一生的地球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